但是如果說今天這個東西 它對於整個營運的安全 還有後續的營運會有問題 我們事先一定要能夠位於籌繆 現在我們的捷運公司 總共負債多少 目前是 虧損的部分是14.6億 虧損14.6億 我們總資本額是30億 總資本額30億 那現在中央對於這個虧損的部分 它有沒有明確的一個態度 立法院在會期當中 就是在今年初的時候 3月的時候有提到就是說 應該是優先與虧損補助 溢租到我們公司來 虧損的補助 目前來講我們估出來就是13.63億 跟交通部已經溝通完成 彼此是有默契 我們也正式行為要求 盡快的給予我們虧損補助 我想現在可以說這個 以政黨來說 民進黨已經是全面執政了 那中央跟地方事實上對這樣的議題 我們已經再也沒有理由把它推給以前 我最近常看到這個電視的call in 我覺得現在這個政黨在執政的時候 為了不要曝露自己太多太多的缺點 所以都把一些缺失推給前朝 一定要記住一件事情 今天為什麼為什麼民進黨能夠執政 就是因為之前的國民黨做得不好嘛 對不對 就像你為什麼換你做 那以前有可能是有人做得不好嘛 所以現在在位置上的人絕對不能夠 那個電視的民水可以隨便講啊 隨便講隨便講可以不負責任啊 但是我們今天站在議會這個殿堂裡面 我們要很負責任 不能再有任何一個政府的這個官員啊 包括首長在講說以前怎麼樣 以前怎麼樣 那個不負責任 就是以前做不好嘛 所以要換你做嘛 所以你在這個位置上講的就是很正面的 我要怎麼來做 所以這個有關於這個虧損的部分 我想很有可能桃園世衛來的這個所有的財政 任何一個不對的政策 導致的那種虧損都有可能啊 會拖垮我們啊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台灣有很多的這個縣市 財務上都出現這種赤字啊 這些虧損 所以說我們不樂見這樣的事情發生 因為畢竟桃園的這個整個財政的 它的一個體質是非常健全的 所以現在即將啊 我想大家一個目標 希望在年底能夠來通車 這是一個目標嘛 對不對 但是通車的這個一定是以安全為前提嘛 是不是 所以我想在這個很多的這種缺失上 我想公司有公司的一個專業 去評估那這一些缺失能不能克服 之前我們有看到一些報導 那個缺失有好幾千項是不是 是 4000多 是 那個是今年3月份統計4500 那現在呢 現在如果以前一次的那個狀況來講 我們太陽已經收斂到剩下20項 20項的太陽 那既有問題在230項之外 當然每個月還有還是為了一些公單產生 但是都是知道問題也可以解決的 我們很多的這個民眾 他們很納悶的一點就是說 為什麼以前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4000多個缺失到現在 剩下這一點點的缺失 它真正的問題是在哪裡啊 真正的問題還是在基電核心的耗製問題上 那這一部分在9月下旬的時候 有跟德國西門寺充分的溝通 希望他們能夠擺脫掉 跳脫掉跟完紅之間的這個合約的糾紛 能夠顧及他公司的信譽 全力來支持 全力來協助我們把這個整個耗製系統做好 所以喔 我想這不是開玩笑的 是 你在位置上的每一個人都要負責啊 但是如果還沒有營運之前 你不管用多少時間把它做到 完全百分之百妥占率 我想我們的這個市民啊 都可以等啊 但是只要走了之後 他一定是要百分之百安全的 是 好不好 所以這個部分喔 另外當然這跟你不是很有關聯的 但是我還是要提一下 希望我們公司未來還是要有一個方向 就是捷運來講呢 畢竟他還是必須要跟其他的這一些交通系統來共構啦 才算完整 他一定是要有一個 像台北他有三環三線 他很多東西必須啊 是一個循環的系統 才算完整 所以希望 捷運的綠線喔 未來啊 他從這個平鎮這邊啊 對不對 那邊是在巴德嘛 是不是那端 希望還是可以把串聯 把龍潭呢 作為一個喔 整個串聯的一個很重要的點 因為一個城市啊 他不管你怎麼進步 畢竟他還是需要鄉村啦 來做支撐 為什麼 你不可能都住在這個 這個水泥叢林裡面嘛 是不是 你還是需要走出去 當走出去的時候 每個人開一部車 我相信喔 那種休閒啊 是達不到啊 紓壓的效果啦 所以希望把我們龍潭 未來放進去這個捷運的一個 讚的考量 這是未來性喔 副市長 副市長應該有聽到喔 有 因為龍潭是一個 大家講好山好水 他就是桃園市的後花園 那我們希望把我們這些忙碌的這些市民 能夠帶到郊區去喔 這個尤其是週休二日啦 好不好 好 請坐 請坐 航空城 總經理喔 我請問一下喔 是 您本身是學什麼的 報告一坐 目前本身在海洋大學修EMBA 什麼畢業 海洋大學修EMBA 好 修EMBA 那之前你的工作是什麼 之前是曾經擔任過國際青商會的總會長 青商會總會長 接下來就沒有其他的職務 就直接來接這個總經理了是嗎 是 還有做一些社會服務的工作 社會服務 是 哇 好 好 那我要這樣講啦 是 我要給這個鄭市長一個建議 當然執政來講 很多的所有的這些政策都要推動 需要有很多的人才啊 但是我相信他應該也會碰到人才有沒有 好像捉襟見肘啊 不知道要找誰來接 光是一個記要值啊 現在用到這麼多 我心裡面一直在想 國家培養幾十年了 還有很多接受到考試來及格的 都進不了現在的公家單位了 當然總經理我不是喔 在在批評您的這個 有關您的資歷啊 能不能升任啊 但是呢 這個航空城的董事長也好 總經理也好 他必須啊要有世界觀 而且他基於要無所不通啊 幾乎啦 所以說喔 我現在真的要非常啊 用放大鏡來觀察你未來啊 你在位置上你的表現啦 我們不希望說 今天航空城反正他就是一個 這裡面就是所有的支出來講 這個花錢繡腿然後呢弄一些東西來 其實他對桃園市來講他到底做了什麼 但是這個小孩子已經生下來不養又不行 但是養下去的話不得了啊 這個一年下去啊 要不知道虧幾個億啊 所以說喔你在這位置啊 我相信啊也不會太久 因為我覺得是過度啊 反正這個航空城本來就是 現在是閒置在那裡 那就我們這個有一些啊 這個人不知道怎麼安插在哪裡呢 大家輪流坐這個航空城 航空城董事長或者是這個總經理的位置嘛 反正也不需要有什麼作為啊 但是喔包括你的預算 包括你你未來的所作所為 我們都會用放大鏡來檢視你 這樣對我們的市民啊才有個交代啦 所以你自己喔好好表現好不好 是好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現在請教我們陶姐公司 我們劉董事長 是 秉書好 董事長這次因為你的表現有意 我們鄭市長 才會請你到我們陶姐公司來擔任這個董事長 因為陶姐在我們的這個整個機場結印 包括我們桃園市的結印呢 所有的就是未來我們的桃園市啊 所有的一個交通 我們桃園市的土地呢 除了復興區佔了大部分以外 其他的是屬於密集度相當高的 所以未來的結印呢 是在我們陶姐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交通系統 現在大家都關心了 那我們機場結印 這個機場結印呢 在連理 確定要通車 通車呢 在這段通車 大家都非常關心的 更重要就是一個安全 安全無語的這個情況之下 那你覺得呢 安全有沒有問題 是 經過交通部的一個監禮調查委員會 在8月27號的一個總結報告 目前來講整個系統的安全性 是大致無餘 但是所有的系統的安全跟穩定性 最後還是要透過第三方的驗證 那這部分交通部也必須要 有 會通過嗎 在年底的通車 會跳票還是會如期來完成 報告一做 事實上目前捷運通車沒有時間表 但是交通部跟我們市 就是桃園市我們定下的目標是 今年年底以前要 今年年底能夠去把它通車 因為有一個目標 我們才所有的準備工作 還是那一句話 民眾當然是希望呢 機場捷運呢 早日來通車 但是更希望要求的就是安全無語 更高標準的 還有你現在在積極的現在在測試 現在為了要打拼通車嘛 現在的話在做積極的測試 那積極測試現在的這個噪音呢 非常的擾人 人家被打拼不住 反應你如果不再積極的去改善 這個一定會到時候會去 要到我們的捷運呢 會去抗議 當然這我們機場捷運的這個隔音罩 隔音場該做的是我們高鐵區嘛 高鐵區要做的 那既然我們的隔音罩呢 現在也接近完成了 接近完成了 但是呢 隔音罩呢 好像類似採光照 隔音的效果真的非常的差 那我希望說你們積極的 你們公司 積極的辦理去測試 這個測試到底呢 這個噪音 它的干擾的民眾呢 真的是擾人輕鬆 人家在上班 晚上要睡 結果 咳咳咳的聲音 吵到他們沒辦法去睡覺啊 真的 他們的精神要崩潰 所以說 這一點非常的重要 是的 不然你要趕快去了解說 到底是 要做好一個監測 你到底說真的不行 那你要趕快去改善完畢 不要你通車了以後 結果呢 住員路的住屋呢 到你們的這個這個 這個淘擠公司來做抗議 這是非常丟臉的事耶 我們希望在通車之前 這些都能夠改善到民眾買意 所以我告訴我 因為你的表現好 所以我請你到這邊 擔任這個公司董事長 在這樣的一些問題上 你要積極的去做好 包括在整體的 我們機場間通車以後 所有的在整個接駁交通 都是跟你們的習近都會有相關的 雖然有的是蛟龍級要負責的 是 但是這個還是你們對整體性的要做考量 好不好 好 謝謝 那請教我們的習總經理 一座好 那你剛來接任的不是很久 所以對我們航空城公司 在整體的業務上 你有沒有進出狀況 一座有 那你對招商的這個成果呢 那招商成果 我也上次也跟你反映給你了 就是從縣政府時代 你們所做的所對外招商的 所對外招商的這些廠商 他們有沒有後續性的做追蹤 跟他們後續性的 願不願意他們意願有沒有繼續延宕 就是延續性的 那包括我們升格直轄市以後 我們直轄市以後 我們所有的對外招商 這些成果 那成果表 你在會後 再一份給我 從縣政府的時候 跟你們在升格直轄市 所對外招商的一個成果 你的成果表一個給我 還有最重要的 現在航空城開發 我們要開發區裡面 開發區裡面的很多的這些廠商 他們很多的廠商 是希望有機會留下來 那這是現成的 是我們現成的這些對外招商 這些主要的一些來源 我希望你不要忽略到 我們現在航空城要開發了 那現成這個三千多公錢的 這個廣泛土地裡面呢 有這些現成的廠商 你不把它積極的留下來 你一直要對外招商 結果造成開發區裡面的廠商 沒有地方可以去 而且這是我們現成的 這些廠商 現成的最基本的 最重要的因素 所以說你這些如果說 可以開發完成 對我們的延期的 這個產專機 會開發的更順利 好 謝謝一座 好 謝謝徐議員 先請教練給董事長 建議董事長 一座好 那個延續我們很多議員 有提到關於那個 建議的部分 什麼時候通車 隨便的日期遞了沒 通車是沒有時間表 但是我們設定一個目標 來希望權力充斥在年底 能夠通車為目標 我希望說在所有的事情 都具備之後呢 然後才可以通車 是 當然 我想這樣子的話呢 會維護所有百姓的一個 財產跟生命的安全 是 我先請教董事長 那個在這次捷運公司裡面 我們原住民佔了幾位 幾位 經用了幾位 原住民的人員 目前有九位 九位 在我們原住民的基本法裡面 有工作保障安全的制製條例裡面當中 應該有三幾位 0.03 那目前我們是0.04 所以 是符合 目前是符合 對 我也希望說 那個 也讓我們幾位 原住民的議員 認識這些 經用的原住民的員工 好不好 是 讓我們多關心他們 要不然的話 這麼大的一個公司 沒有人事背景的話 我相信 這最起碼讓我們一眼 能夠關心到他們 在這個新的工作單位 讓他們有一個溫暖 是 這個部分請董事長 安排時間 讓我們認識這九位 這個員工 好不好 好的 還關於你們的說明欄 第八頁裡面 對於關於專業訓練的部分 我是非常重視 是 這個專業訓練 專業訓練的培訓 我知道你們一直在做 對不對 我不曉得做的落不落實 這部分 我們做的非常落實 除了必要的證照 要符合規定之外 目前來講的話 我們以維修人力來講 我們投入現場 開始實際去操作 另外呢 有關營運跟戰務人員 我們也送到了北捷去做實習 那台北捷運公司 也有二十位顧問 那麼到公司來 協助我們做訓練的工作 我是希望是說 這個培訓 真的非常的重要 而且是這個機械的部分 而且這個是交控的部分 這個管理人員的部分 安全的時候 這個培訓 我知道你們那個 有好像說 如果說他的資格不符的時候 會繼續的再做一個培訓 對不對 沒有錯 如果說他的條件 真的不行的時候 我是希望是說 不要再勉強 雖然他彼此通過 他的那個技術 技術 不過的話呢 我希望是說還是一樣的 祭福福西 能夠為了安全起見 然後這些人就可以淘汰 好不好 我想說這個捷運 真的是非常的 非常對我們整個桃園市來講 的百姓來講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安全 是 身邊安全 就是這個培訓的專業訓練 一定要好好的落實 好不好 好 那個 請教那個總經理 我們很多 也提到過 關於那個招商的部分 我想的說那個 在 我也希望你能夠成 聯繫過去的一些總經理 總經理 或是董事長 他們招商過去 常常去大陸 常常去日本 常常出國去 對不對 去考察 我希望說 你能夠繼續 聯繫他們過去 所有的成績 所有招商過的一些 一些廠商 能夠聯繫下來 不要斷層了 從這邊開始 你接了這個任務之後 就從頭開始 我想這個是 浪費時間 對不對 是不是 不好意思 我們會接續 之前的董事長 還有總經理 延續下來的 合作的廠商 或是好的政策 我們會繼續延續 保持聯繫 希望你能夠成績 延續 過去的 所有的 他們的業務 來接續下來 而不是從頭開始 從頭開始的話 就是延避踏破 對不對 這是浪費時間 也浪費大家的 百姓的金錢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一座 好 謝謝 好 請坐 接下來我們請 范剛翔議員 彭俊豪議員 劉仁趙議員 林志強議員 4月1年共用20分 謝謝 謝謝主席 那接下來問題 那個劉董事長 或者陳總經理回答都可以 因為有技術的問題 大家都希望桃園捷運 能夠趕快通車 可是事實上大家都希望 系統穩定 安全無餘 那希望有這個確切的保證 有一點不幸的就是說 我一直在注意這件事情 可是你們正式所貼出來 有關這件事情的電子公告 我一直等到昨天才發現 昨天的時候 你們公告了一個 4522項異常與通車條件 說明補充資料 那麼我相信劉董事長 或者陳總經理都知道 我們這個東西是在網站上 公告的電子文書 我們對他的文書的內容 必須要百分之百做保證 這也就是說 為什麼我身為律師 我喜歡看文書 我不喜歡聽人家講來講去 因為你貼在公告上 我們公司公告上的東西的內容 你都要負責任 那麼我也將就這個電子文書的內容 來去做一個確認 第一個按照這個電子文書的內容 我們的異常的這個狀況 從4522項是降到234項 對還是不對 這個跟運作報告 我想因為在整個世界裡面 簡潔說明是還是不是 就是目前降下也是25類 234件 而且234件中 比較關鍵的故障 根據你們的資料顯示 是130項對不對 是 這個比較關鍵的 大概就是130幾項 那這130項 主要都是在核心積電的部分 因為說真的 我覺得這個時間真的有點慢 那我幫你們設想 可能涉及的問題是說 因為這涉及第三方責任 也是所謂的高鐵 你們也許 我不曉得也許是顧慮了高鐵的面子 可是喔 我想我在這邊再提醒一下 對高鐵固然有一些責任 可是對議會是絕對要負責任 這是權力分立的原理 所以我不希望 我也希望能夠保證 下一次類似這樣的文書 要能夠即時來公告 好不好 劉董事長可以承諾嗎 可以的 好OK 接下來 我要問的問題 因為我一直覺得很好玩 我的習慣 我一直在講4522項的所謂的缺失 可是我在想一個問題 在法律上 什麼才是我們通車的必要條件 法律是如何規定 那我後來發現 事實上所謂的異常 這個4523 看起來有點可怕 那後面能夠降下來也是好 可是呢 它畢竟不是我們法定上所規定的要件 我在這邊翻到 我們所謂系統穩定的標準 應該是按照大眾捷運法所定的大眾捷運系統 旅刊作業要點 應該是沒錯啦 沒錯 沒錯 那麼根據這個要點裡面 我看到要求的條件是要99%的可用度 那麼如何定義這個可用度呢 可用度所指是系統運轉時間 減掉系統延誤時間去除以系統運轉時間的這個百分比 也就是說這個系統是OK的時間要大於99% 是 對不對 沒錯 那麼再根據這樣的資料 我看到我們的簡報資料 你們所公告的簡報資料的第八頁 是這樣來呈現這個所謂的系統可用度的趨勢分析 我跟你確認一下 在這裡面我們可以看得到 104年7月我們的可用度是76% 104年8月我們的可用度是82% 而到達今年105年的8月是96% 這是不是就是市政府認定去年的同一個時間 不能夠通車的重要原因 是還是不是 這個當然是 我們是不是拿這個指標 是 沒錯 好那我接下來問你一個問題 根據這個標準 我們要達到的這個標準是99% 我們現在講年底要通車 柳董事長 陳總經理 這是不是代表我們在年底之前要完成可用度99%的 這樣的一個目標 是還是不是 這個是前提 這是前提 好OK 我覺得很多議員關心這個問題 可是我們關鍵在哪裡 關鍵就是我一直跟你們講 你要拿出一個可信的數字嘛 你到底是如何評估 我們評估的要求就是99%的可用 誤差的時間不超過1% 這就是我們國家的標準 講清楚不要再去扯那個什麼異常 這個四項假如多的話 四千多項 當然會影響到我們可用度 它有相關性 可是它沒有因果關係 對不對 所以這是兩件事情 它要我們去注意 可是我們真正要注意 這個東西 可用度 你有99%的時間都沒有延誤 OK 這就是好的 好 基於這個前提 我再確認另外一個問題 因為事實上 你們網站上公開資料 我認為有些地方 是必要弄得再精確 你1%計算出來的總時間 是11.4時間 對不對 11.4分鐘 也就是說 你預計一天的時間 是運轉19個小時 1140分鐘 對不對 可是事實上 這有一點問題 因為你按照不一樣的運轉時間 我們剛剛講嘛 它是跟系統運轉時間的比例 來去做計算嘛 那你系統運轉 運轉時間越高的時候 事實上 它會容許的誤差的時間 是越長 對不對 那因為你這個 在這上面是寫啦 這個 比如說87%好了 不是 96%好了 你說是延誤46分 可是很好玩喔 我算過啦 1140分鐘的運轉時間 以我們車速35分鐘來算 大約是33班車 我應該不會算錯 你們事實可以驗算 那也就是說 我運轉到1140的時候 我的4%的誤差是46分 可是當我的班次倍增的時候 到66班的時候 事實上 我的延誤時間是92分 那為什麼要強調這個 因為這是我剛剛講的 你貼在這上面的東西 你要講清楚 我們真正可以講的是比例啦 因為法律所要求我們是比例嘛 就是99%的可用度 那假如用這個的話 我跟你講到時候人家講說 因為將來的班次應該不是一天33班啦 就我所了解 8月31號新聞處所公告的資料 鄭文燦市長是講說 我們現在測試的標準是什麼呢 是用將來營運初期的班次的標準嘛 也就是12分鐘一班 12分鐘一班 一天是190班 假如說用190班來算的話 我們這個容許的1%這個數字是不同的 我希望在這個部分去做更正 好不好 我們真正的標準是百分比 我們的標準不是一天幾分鐘 因為一天幾分鐘 在相同的標準同樣是1% 可是我測60班 我測90班 我測180班 這都不一樣 有關計算的公司 我請總經理補償說一下 我補償一下 我跟裕作報告 因為可用度的計算 是按照交通部鎖定法規 他是以時間的延誤 來作為他一個標準 所以通常來講 我們對捷運來講 在乎兩件事 第一個是安全 第二個是準點 那準點來講 為什麼要用可用度 也就是說 在你所有的營運時間裡面 你要算出來 它延誤大概多少時間 所以剛剛裕作講的沒有錯 就是說 我們從時間去算的話 19個小時裡面 你的想法我接受 我的重點 只有一個 請你交代清楚 因為 按照你同樣這個資料 所給我的是按照比例的 就是我剛剛講那個公式 延誤時間去除以 整個系統運轉時間 這個容許的這個數值 所以我認為 因為這個文書 是大家都會去結問的 你假如不夠精確的話 到時候可能會有問題 好不好 這個我們再補充說明清楚 就這樣子 好的 我再問另外一個簡單問題 我們現在是230項 你年底的目標是0故障 還是130個關鍵故障 要把它降到0 有沒有這個問題 還是說還是用可用度而已 跟預作報告 我想這兩個東西 不光是可用度是法律上所規範 一定要達到的目標 那第二個 我們剛剛所說的 系統的改善的部分 對我們來講 我們當然希望把每一個 可以產生的故障太陽 都解決 但是我們也必須務實的講 去實在就是說 這些問題 它會不斷還會再發生 也就是說 這些狀況 包括北傑高潔都一樣 反正總而言之 你不能夠影響到可用度 還是持續在改善 你不能夠影響到安全性 對 我就跟你做這樣的確認 是 另外有關妥善率的問題 我想再問下去 後面議員就沒時間 妥善率是90% 這個部分請用書面報告給我 好的 是 謝謝議員 好 謝謝范議員 還是要請教我們捷運公司 市議書好 沒有 我比較不好意思 范議員昨天看到報告 我是剛剛才知道 有這份的報告之外 不過我想大家都非常關心 有關於年底通車這個目標的問題 那剛才講了 過去4000多項到200多項 那現在又說大概有 應該目標是 再完成100多項 大概就可以達到99%這樣的目標 工單那部分 跟可用度有相關 但不是因果 確實如此 確實如此 對 那所以我覺得還是很多事情 我們就像剛剛范議員所說的 還是要跟大眾說明清楚 包括 剛剛講的 我覺得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也是在媒體上看到 從最早的說 最早搬距離6分鐘 那到現在 變成說 我們的未來的目標 可能是變成12分鐘 那很多人就說 這樣是不是一個半套通車的狀況 這個我說明一下 目前所謂的12分鐘是指 尖峰時間12分鐘 那以直搭車跟普通車混搭的話 確實是6分鐘可以發一班車 沒有打折扣 那目前我們在營運測試的時候 是以尖峰12分鐘 離峰15分鐘來計算 那是兩類車 就是直搭車跟普通車 也就是6分鐘到7.5分鐘各發一班 對我覺得這個要說明清楚 是 因為後續你又說 那可能目標 兩年後之後 會達到標準 其實會讓他覺得 到底不清楚 那會讓他真的認為說 是不是真的我們就 像媒體所說的 我們是半套通車 然後是在兩年之後 才完成他的目標 所以 通車的前提條件 不能夠打折扣 對 那測試的標準 也不能打折扣 對 但我想 安全是最重要的事情 對啊 這個是我們手中的目標嘛 當然如果說外面的人對我們有所誤解的話 我想這要說明清楚 好的 因為我想任何事情都不能打折扣 那知道我們是有心在推動這項事務的 那之後呢 像是我也蠻關心說 有幾項說 包括我看25類 有幾類問題 其中幾類是有關於自動收費機的問題 是 他現在的狀況是怎麼樣 這個讓我總之以來說一下 有沒有比較詳細的狀況 是那個跟運作報告 那個我們在目前的這個票務系統 自動收費的部分 主要就是因為有一些交易的部分 我們要求到 這些每天所上傳的資料 要能夠零誤差 那現在目前上傳的速度有點慢 那我們也在重新要會計檢核 發現還是會有一點小狀況 所以目前高鐵局 全力也在針對M102標 票務系統的部分 我們要求他一定要調整到沒有問題 才可以上線 是因為包括我覺得未來自動收費系統 可能 因為我想這個桃園捷運 台灣捷運 未來很多的使用者 可能是國外的旅客 之類的 我想國外的旅客 大家知道我們出國的話 我們幾乎很大的一個 在買票的時候 我們幾乎有很大機會 都要使用這種自動收費系統 那如果這種收費系統 是有問題的話 包括是它的 萬一它的一個翻譯的介面 或是它的操作介面 有問題的話 那可能會造成很大的一個問題 這也是嚴重我國的形象 協議局的形象 跟易說報告 這個我們跟高鐵局 都溝通跟協討非常清楚 都是以在年底以前都修正完成為目標 包括這個部分 不管是我們剛剛講的班距車次 一些問題 那到我們站內的一些狀況 都要審慎的去看這些事情 好不好 感謝我們的檢舉 謝謝 我還是一樣就叫請教一下 郭董事長 是 易主好 董事長好 那個簡短也問 我繼續就延續那個 鋼翔議員提的 其實 其實 老百姓 大家只是知道說 我們現在 其實我們現在所有老百姓的資訊 對我們捷運通車的目前的情形 老實講 真的不瞭解 常常都是因為媒體而宣染 而誤解這個事實 所以 鋼翔議員剛剛就講得很明白 希望我們的市政府 希望我們的捷運公司 好好把這個問題在哪裡 要告訴大家 我覺得這個部分 必須要講清楚 因為大家會一直誤導說 為什麼我們那麼多 原本從4000多項的公單的異常 以下變成234項 234項是所有的公單 234項公單 公單 對不對 所以4000多項原本是很多的項目 公單 應該就是計算單位不一樣 一個是項目一個是公單 一個公單裡面可能有好幾項 對不對 沒有 一個公單一個項目 OK 那就是說這4000多項 有些可能是一樣性質的意思 比如說 可能 供電系統異常的話 這個項目異常 假設 就可能有好幾個公單 對不對 所以你在4000多個可能會有重複 所以民眾會誤導說 為什麼市長一申定下以後 感覺變4000多個馬上變200多個 我覺得這個必須要跟老百姓講清楚 好的 因為市長當初 在市長施政報告的時候也有提過這個問題 那我覺得說不借這個機會 今天剛好就我們舉出工作報告 是不是董事長可以簡短說明一下 讓我們老百姓知道目前的情形 這個我想總經理來補充一下 謝謝裕作 我想那個所有公單的改變 那有兩個 有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就是 技術方面一定要能解決 那一個問題在這裡說 因為我們主要是耗製系統整合的問題 所以往往一個狀況是 一個類種發生故障的時候 你會有40項50項的公單同時出現 那我們是用消去法的方式 比如說好 那我耗製系統這些端子有沒有問題 然後重新檢核 把這些問題刪去了以後 所以我一個問題解決的時候 可能就會造成40項公單全部取消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目前就是說 為什麼那個公單會下降 有兩個重要的因素 第一個因素是 我們請了英國西門子的原廠技師 到現場來會看 他現在很多他當初裝設的東西 他發現有一些問題 比如說他的建計他覺得太大或等等 這很技術沒有東西 那他到現場 他本身在英國Vittoria Line那條 Vittoria線那條 他做了七八年 他過來很清楚告訴你 這東西有一些技術上要去處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所有維修處的同仁 在今年初 兩百多人全部撒下去 幫忙做相關的PM 也就是說做維護管理這一塊 所以很多的轉色器 會有很多東西 我全部都要重新刮掉那些黃油 全部再重新上油一遍 這花費了我們非常多的時間 但是有沒有效 非常有效 因為很多設備設施 你只要好好去保養 有些東西它不是實質的故障 它是因為那個在保養上面 還沒有到那個標準 所以我們現在便是所有維修的人力 灑下去 來做這個部分的一個大家的加強 總理 那我大概了解這個問題 那我相信藉由剛才總經理跟董事長 這樣的說明 我們所有的老百姓會比較了解 為什麼這樣的工單 也許解決一個問題 這樣一連串 它整個系統的部分 可能都一致的改善 然後加上我們現在也請西門子 原廠的技師來看 那好 那現在就下一步的問題就是說 那這樣子我們請他來看以後 那後續的未來的運作 應該都會順利 對不對 對於解決根本的問題非常有效 那特別是在 我說九月下旬的時候 拜訪德國西門子公司之後 特別請他們一定要去超越跟 婉紅之間的七位關係 然後來協助我們趕快把 耗製系統的穩定性把它做好 那這個部分最後就麻煩 我們捷運公司跟我們市政府 在那個當前立是安全無虞之下 然後法令可以接受範圍這樣 盡快通車 麻煩 謝謝 謝謝 那繼續請教我們劉董事長 我想 早上很多議員都在關心這個 這個核式通車 票價的問題 這個相關賠償的問題 跟這個 營運的問題 那我想 通車載籍啊 這個全體市民都非常關心 我想這個 陶傑公司 一定要這個 做好這個萬全的準備 讓整個通車 都能夠達到我們在12月 這樣的一個目標 來去做一個邁進 這個是我們的一個 期待啦 請陶傑公司這邊 繼續的來做一個努力 我想 450多項的這個工單的缺失 現在已經 剩下200多項 我想這200多項 剩下這最後一里路 到底 這最後一里路是 狀況到底出在哪裡 耗置系統嗎 還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核心基電系統當中的耗置系統 是一直 這有那麼難處理嗎 我覺得最主要是要西門子要全新投入 那這部分我們已經溝通好 那這段時間就是在處理這些問題 那他們什麼時候進來來處理這一 已經進來了 已經進來了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希望這個德國西門子公司 能夠把所有的這個缺失能夠達到這個 可營運的99%的這樣的一個目標 好不好 那我想我比較關心的是 未來營運的部分 陶傑公司你們到底準備好了沒有 我們全力充斥在準備 對那對於法規上所規定的演練項目 以及所有的專業技術的這個 他的證照 這個我們都在齊備過程當中 但是還不夠 我們認為說熟悉度要夠 所以我們現在主動把人員派到北捷那邊去見習 那除了這個見習之外呢 我們還是在最後這一里路當中 我們還是不斷持續在演練 對我想這個部分你們持續的去演練 包括整個這個系統的操作過程 這個這個都是要加強訓練 那我想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台鐵 屢次發生這個山坡 或者是很多的這個意外 那影響旅客的這個安全跟方便性 我想請教這個董事長 能不能夠就這一次你去德國 參加這個鐵路展 拜訪這個德鐵之後 陶傑公司有沒有針對這個 預防災害的這樣的一個規劃 能不能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報告一座 一座問得非常的核心 確實在這次德國的這個 這個展覽的過程當中 就是過程當中一個預防性的維修 被認為是非常重要的 那預防性的維修 它必須透過大數據的分析 我想這預防性的維修 你們未來一定會碰到 一定會碰到這樣的部分 你們一定要防抗於未來提早做一個準備 包括這個橋梁檢查系統 包括這個鋼軌的檢查系統 包括這個鋼輪計出場的這個自動檢查設備 以及第三軌的這個檢查系統 跟走動式的這個巡軌的這個設備 你們都要 你們現在都已經準備好了嗎 目前我們 公司裡面都有這些設備了嗎 有 現在目前我們的訓練跟維修 就是朝這個預防性的 我想 包括未來 我也希望在你們 整個採購的過程當中 不要只侷限在這個GPA GPA的這個政府採購的協議國的會員 以及過去這個 有不良紀錄的這些廠商 還在繼續的跟他們討論 好 謝謝 請坐 接下來請楊朝偉議員 梁維朝議員 魯明哲議員 蘇翠玲議員 李嘉興議員 蘇嘉明議員 六位議員共用四十分鐘 謝謝 好 謝謝主席 我請航空城總經理 請問一下 今天一早我們議員都在講 我們航空城虧損虧損 然後你又一些什麼什麼計畫 什麼等等的 我想我們也聽了一個早上 我不知道說 你對於我們開員結合的部分 有什麼想法 你是不是可以說明一下 謝謝一座 我們在從104年開始 我們針對公司內部的部分 我們就沒有再調整調薪過了 好啦 剛剛早上已經講那麼多了 很多議員講 我們現在收入一點點而已 只有那個租金 一個月十五萬而已 十五萬五 對 十五萬五 你這樣不符合我們的成本 我想一個公司就是有賺錢有賠錢 最起碼收入稍微要平衡 問題是不是 你現在變成 我們的人事開銷那麼的大 那我們收入那麼的少 然後年年虧損 年年虧損 你們還被審計處 承包到監察院 那調查結果以後出來 將來可能不是糾舉糾正 就是彈劾 這很嚴重 因為目前台灣航空城是屬於企業的前置作業 那等到土地確定以後 我想可以提示我們的議員 我想跟你講 你108年才會取得 才會還不一定是108年 那108年之前你有什麼作為 你現在不是隨便講一講 糊弄我們議員 騙騙老百姓 我們108年取得土地以後 我們航空城大有可為 將來可以賺錢 那是騙三歲小孩子的 我就具體的告訴我說 你有什麼辦法能夠解決這樣的問題嗎 告訴我 不好意思 那目前我們是以 形象還有預兆商為目的 你不用回答了 副市長 這樣子坦白講 今天我們那麼多的議員 對於在我們航空城上面 實際上不管藍綠都要求猜測 實際上坦白講 審議算是大家都知道 大家也要猜測也不可能 那我倒有個建議 既然你自己說我們108年 才能夠取得土地 才大有作為 將到108年取得土地以後 要招商要引資要怎麼樣行銷 大有可為 但實際上在108年之前 我們要怎麼做 我想謝謝議員的關心 沒有錯 你講開源絕留是很重要的部分 好啦 節省時間 我就直接告訴你 你是不是將來可以 在這一兩年期間 預算要刪也不可能 我坦白講 是不是董事長 總經理一些重要職務的部分 全部用桃園市政府的人員來兼任 跟以前一樣 劉志欣以前是桃園市政府的顧問 他來兼職嘛 其他的行銷有新聞處 登地的部分有利用 有那個什麼好多局啊 什麼城鄉局啊 都全部到各個市來兼待嘛 可不可以這樣子呢 可不可以呢 當然這也是方法之一 但是你目前他們的工作 其實他們專職是比較好的 我是認為啦這樣子 因為董事長一個薪水20萬 總經理一個薪水大概15、6萬 也差不多啦 那我的意思是說 用兼任的話可以開源絕留 這是我個人的建議啦 你們參不參考都是無所謂 但是我是認為 我們有這責任要幫我們民眾 來看緊荷包啦 好不好 要不然的話 這年年虧損這樣子 每天報紙燈那麼大好 我想對我們政府形象也不大好 我想一個有理念的 一個新的政府 我想是好好的來經營我們的企業 如果說坦白講 換成你家公司 每年這樣虧損你要不要 你一定要想一個辦法 來開源絕留 來創造新的商機嘛 那我剛剛提的是我個人的意見 你參考一下好不好 好請坐 那個捷運 可不可以請教一下 我非常納悶 我們在前兩個會期一直在提 我們的缺失有四千五百二十二項 怎麼突然間三個月 我們捷運公司大棚展示 非常大的檢討 變成兩百三十四項 你可以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怎麼會這樣子呢 還是你當董事長以後 變成這個狀況呢 不好意思 沒錯這個問題是我們持續在改善所累積出來的成果 不是為了某一個人 那這個關鍵點最主要是高鐵還有完紅還有西門子 以及陶傑公司這邊 所有的維修人力的投入 所有問題掌握了之後 趕快把系統性的整合性的問題解決 你告訴我說你有什麼辦法從三個月 從四千五百二十二項到兩百三十四件 不是三個月是十個月 我請問一下 這是很嚴重的灌水 你懂我意思嗎 就讓人家既定的印象是說 因為你一個公單可能是五項缺失 那你就應該照樣算 而且我覺得你們的心態 實際上這個是不能分藍綠 實際上我覺得你們應該是 你們站在你們的職務上面 應該好好地把它工作做好 如何讓我們民眾能夠搭乘的安全安心 這一點才對啊 而不是在那邊藍綠二鬥 我是覺得你們想不想讓我們藍的來減採 或者讓綠的來減採 那無所謂 我們民眾關心的不是這個 關心的是真正的能夠安全 問題是你在十個月當中 從四千多件降到兩百多件 這個讓我們沒辦法接受 你們辦事那麼神速 如果這樣子的話 我們正常就累快兩年 為什麼速度可以到這樣子 這第一個 第二個我問一下 像有的車廂 有的一些車廂的部分 譬如現在正在測試 王宏跟高鐵都在測試 我請問一下 那個像車廂的部分 有的都已經十年了 都已經蠻久的 那我們在接手的時候 有沒有所謂的成本攤提 或者是類似像 因為我們接手又已經變成是中股的了 懂得是嗎 我不知道你這樣子 你可以回答一下你的看法 我先回答義說第一個問題 有關四千五百二十二項工單 每一個工單都是一個錯誤 一個缺失 事實上也不是所謂三個月就收斂出來 事實上是十個月的時間持續改善 確實是在後段 也就是說今年的五六七一月的速度就很快 這個很快的過程當中 最主要是在高鐵局跟完虹跟西門子之間 已經有協調好就是說 你還是要解決問題 這個問題本來就是要解決的 為什麼到最後十個月才解決呢 是因為馬政府沒有能力 小英政府才有能力嗎 是不是這樣子 這個不是哪一個政府的問題 而是 這東西應該早就要做的嗎 我們已經跳票六次七次了 已經跳票那麼多次了 是不是這樣子 你應該照理的跟我們民眾來做個說明跟報告 第二個你趕快回答我一下 車廂的部分 有關那一部分 車廂的部分我請總經理來說 是 我跟郁作報告 目前因為所有的資產都還在高鐵局 所以目前沒有折舊的問題 你要考慮一下 你要考慮一下 我跟郁作報告 將來以後 哪怕年底可以通車 我們接手以後 我們接手以後 這些東西都是中股的 以後怎麼辦 好不好 你大概考慮一下 對 我理解 所以在這個部分裡面 對於往後必須要做的PM 就是預防性的這些處理是要強化 這一點我們要特別要注意 特別關心一下好不好 謝謝 那董事長 請教你 你現在應該講說 從門外派馬上過去 接這個公司 你壓力會很大嗎 挑戰是有的 我想我們這條捷運 是全世界最爛的一個捷運 而且最久的捷運 蓋最久的捷運 問題最多的捷運 是 我想講你承認嗎 就我了解 它不是全世界最爛的 它有一定的基礎 那 我跟你講這條捷運 因為我這樣 講這話是很嚴重 我想說這個捷運 我想說 你現在目前 在測試當中 剛才大家還講的 我想說安全其實是最重要的問題 我想說你要通車之前 你安全沒有做好 我想這個通車下去 必定我們桃園市政府 一定會包括壓力是最大的 你知道嗎 我想說你通車之前 包括人力 包括維修人員 通通好了嗎 目前都在 目前來講 所以那天我跟市長講 通車我講 你絕對能夠如期通車 但是那些人員整個配備 都因為你就會出狀況 問題一大堆 以通車的人力來講 我們已經齊倍了 我現在講的基礎基本 你維修人員 那些人員你夠嗎 夠 你之前就已經就定位了 都就定位 但是我們會希望更齊倍 對嘛 我想說很多問題 像說安全至上之外 我想我們一定要符合 所有的民眾的需求 一定 我希望說再齊齊你 因為我想說你現在近期 我相信你壓力 我剛剛才跟副長長偷偷講 我說你壓力一定 你現在沒有間 沒有間 沒有間 專職 好你請坐 那個總經理 我請教一下 你看早上很多人在講 我從來沒有進去過 我第一次進去看 喊空城 喊空城 這真的空城 那裡面沒有什麼東西 我當時就建議 那個 裡面的一個人 一個人是主任是嗎 裡面一個人是 我跟他講說 裡面裡面 整個設備 你是一個我叫做燕景 燕景館 你什麼東西都沒有 我看到你這樣 那麼多人去參觀 參觀什麼東西 包一座 那你裡面的東西都空的 包一座 那目前 正對一座所反應的問題 我們已經最近在做 其實你早上回答 議員說 你目前已經有造了20家廠商 是嗎 你土地在哪裡 你沒有土地 你沒有任何東西 憲定意象 對嘛 那你這想像空間 畫一下 你有幾 你有那個 對不對 我希望說 你要切實一點 不要細無緋緋 空的 空辦的 沒有任何東西 好不好 真的啊 你這個裡面 而且裡面 航空城裡面 我真的沒有看過 有現代的科技 可以讓人去 在欣賞這邊看的 你小錢繼續看什麼 看的房子小小的 不好意思 目前正在更新 那更新好 會特別要人出來 對啊 好不好 努力一點 謝謝 謝副理長 我想那個 航空城許總 首先恭喜你 因為你來的時候 也有拜訪我們一下 青年才俊 那我要請 雖然你來了一個多月 今天董事長沒來 聽說生病請病假 生病請病假 那其實我對於航空人公司 過去要講的東西 也講非常多了 當然有些事情 你們也是不動如山 那你新人 新人啊 其實也不用新氣象 在那裡都是浪費人才 因為基本上現在是無事可做 為什麼要無事可做 你知道你要賣房子的人 你去招商 來帶他到一個風水好地方 告訴他 我有一個夢 人家要聽 我有一塊地啊 你的地還不是你的啊 你講我有一個夢 我來在這裡 你看 哇風水多好 你看又有用詞 然後再講說 那地是誰 地還不知道 還不知道 那請問一下 人家要買 人家 你要簽一千個MOU 對不對 一項書 也是很為難你們 那我現在 但是有一點 但你要跟上進度嘛 你總不能說 早上的時候 跟人家亂扯嘛 那台灣市政府 現在到什麼進度 什麼東西啊 你答的今天是107 108 預計 108 預計 預計 你不在招商啊 但你招商 前面在做麵包的人 誰在製作的 地政局 都發局 他們到底在幹什麼事 你要把他們正確的信息 傳給美國人嘛 或者歐洲人嘛 對不對 他們講10年 你講5年 這東西不是大笑話嗎 9月2號 部長請坐 9月2號 這個是王副市長在這裡啊 我特別問了最專業的盧維平啊 盧局長啊 我說老實講 現在到底要到什麼階段 到底要多久 他跟我 我是覺得一個蠻誠懇的答案 他說 這麼大的計劃最快8年 105年加8年 不是118年 是113年 跟你剛剛講半天的齁 不要這樣去騙 國際知名的廠商齁 你們兩個其實就答不對了嘛 你不得招商 也要用正確的信息去招商嘛 難道不是嗎 那為什麼 那你說盧局長為什麼這麼答 請你去問他 他是在義式殿堂回答的 是一個有記錄的一個資訊 跟你回答了 至少差了5年 所以我希望你能夠稍微注意一下 第二個 你知道現在 你一直在講聽證 現在聽證到什麼進度 報告一座 你招商你要注意啊 你就幫忙不知場地 現在到什麼進度 你說 報告一座 今年5月份完成六場的全區聽證 然後呢 那聽證網友會整聽證的相關 聽證是一個過程 然後呢 聽證網友會整相關的 地政局會整相關的資料 然後送內政部的土地審議小組 好 現在8月拔好人家交通部的文 已經回來了 一份給民航局 一份給臺灣市政府 那臺灣市政府呢 他會會整 一個去端證之後的報告 加上聽證的一個結果 給土地審小組 然後呢 過了還是沒過嘛 所以你一定要聽啊 過了還是沒過 因為那個報告裡面其中有一項 有一項就打翻前面15項 什麼叫有一項 就是說因為中間有十幾公頃的文資 需要保留 那這都計畫代表什麼意思嗎 因為你過去可能不知道 就代表現在在修訂啊 所以讀法局那天特別報告啊 他在修訂 那我說問地政局在幹什麼 他說那我就招送啊 因為讀計畫叫Plan B Plan A是你們完整的計畫 Plan B是土地小組說已經要分齊的 你們現在是Plan B繼續把遊戲玩完 但是還是不算 現在要進入Plan C啊 幹嘛 就是把聽證結果裡面的文資 把它再怎麼剃除再重畫 重畫那計畫怎麼辦 當場回答 不是那個土地小組 重新送小組大會 繞一圈 最後Plan B再送 如果沒有 希望不要有Plan D啦 所以我看距離還很遠 然後再來勒 我在想喔 這個至於說航空城的組織 我是真的建議要改 甚至說因為喔 還有八年十年之後的事啊 我是覺得這個組織啊 什麼董事會 還有董監事 還有你們實行團隊 十八九個人 我真的再強調真是沒有必要喔 變成一個簡單的館 五個人一個館長帶四個人 就維護院警館的一個 反正你們一些是接待嘛 接待就是一張嘴巴嘛 你回去稍微建議一下啦 不然無事可做啦 重點是還在繞喔 七八年在那邊繼續繞 Plan B Plan C喔 繞完之後啊 我再提醒一下你剛來桃園啊 桃園剛成立一個捕風捉蛇啊 大隊有沒有聽過 有沒有聽過捕風捉蛇大隊 不知道沒有 沒有喔 那我跟你講桃園有成立這種捕風捉蛇的專業大隊 但是喔 這個新政府也成立一個捕風捉影大隊 你要小心喔 任何的計畫 只要有一個張藥房 可能在 或者說這個王家躺在那裡 可能一夕之內就會變啦 但是你這個錢是花桃園市政府的納稅錢啦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這個風向喔 所以我希望你到了 我希望你把它改成管 你做館長 帶四個人就夠了 好 繼續接著我們講 我想你剛來航空城啦 我想你對很多狀況不見得那麼了解 那麼深入喔 我想魯應應該點出幾個重點就是 航空城計畫完成 絕對不是你們所說的一百零八年 絕對就可以完成 我想我跟你也熟識 我覺得了解你的能力啦 你覺得可以把這個位置做得很好 但問題是 這個到底是不是一個好位置 我覺得交通部跟內政部 到底實質上 自不支持航空人計畫 目前我是打個問號 為什麼呢 如果他們有決心 土徵小組也好 我認為不應該有任何的程序上的問題 我想聽證也做完了 綠色聽證也完整的 把聽證會都辦完的狀態之下 一百零八年 你覺得土地取得有可能嗎 包括是土地徵收範圍確定 確定嘛 那土地取得真的配完地 你覺得要多久時間 因為是地震局的那個 所以你們也沒辦法回答嘛 對 所以我點出的問題就是告訴我們 這些狀況都會產生 土地取得遙遙無疑的狀態之下 你航空空在招商的過程當中 你沒有辦法明確給人家一個實程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訊息 當你給答應這麼多世界各國的廠商 說我們什麼時候承諾土地給他們 但這個承諾是會跳票的承諾 我覺得就有損我們桃園市政府的威信 有損你們的威信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你們要深思的 當然我覺得你們一個月的人事費要多少錢 不好意思說一百二十五萬 一百二十五萬 一百二十五萬一個月 一年要燒掉一千多萬的人事經費 但是如果未來我們土地取得 可能還要十年的狀態之下 我們可能十年內要燒掉一億多的人事經費 我覺得副市長真的應該深思 是不是航空城公司 某些部分的人力應該做經檢 因為一個月要燒掉一百二十萬 一年要燒掉一千三百多萬的經費 如果十年我們才取得土地 我們要燒掉一億的人事經費 是某些部分的人事應該要 沉著我們楊超議員所提到的 能夠堅任就堅任 主要的幾個可以不要堅任沒有關係 但其他人事能夠堅任我覺得要堅任 因為勘警荷包是我們應該要的責任 副市長請坐 徐總經理 我個人對於鄭文燦鄭市長的用人哲學 我是覺得蠻好奇的 非常的詭異 你覺得你的這個位子 你911號上任了對不對 你覺得你的這個位子 鄭市長聘你來做航空城的總經理 你覺得是酬庸還是專業考量 鮑魚座我覺得是專業考量 專業考量 所以你認為不是酬庸 不是 我們航空城做的是什麼 鮑魚座是做 航空城整個計畫的行銷及招商 預招商 是喔 你旁邊做的這幾位是什麼 鮑魚座這是我們副總經理 還有我們的招商行銷企劃處的經理 管理處經理 跟管理處會計經理 那他們負責的業務是什麼 我們請教旁邊這位副總經理 負責的業務是什麼 是負責那個 也是負責行銷與招商 那主要是這個 負責行銷跟招商 兩位都負責行銷 我請問一下總經理 你的那個英文通過了幾集啊 我們全民英簡幾集還是托福多益 你多益多少分 一般商業都是用多益來做考量嘛 你多益幾分 不好意思 我沒有參加考試 喔 沒有參加考試喔 那那個副總經理呢 您的多益幾分 二十年前在國外面試 我現在又上次考案 考了六次 現在咧 很久沒有做過 因為我二十年 後續二十年都在外交通 喔 那你不是做招商嗎 是 那因為我現在主要工作是國外考量 喔 所以您剛剛說 你也認為你是專業考量喔 是喔 那我就覺得很好奇了 我們許總經理的 在維基百科答下去以後 第一個出現的第一句話 台灣政治人物 然後民主進步黨籍 然後參選新北市第九選區立委落選 東南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科 我就覺得這個跟招商 商學系好像有一點落差 然後我們這個謝懷惠 謝副總經理 民進黨國際事務部副主任 專門做國際事務的嘛 你的學歷是政治學碩士 所以你現在招商 喔 這個領域也很大耶 因為一個是商學院 一個是管理學院 這個應該是政治學院的 這兩個我覺得差的蠻多的耶 像我本身也是政治學的 可是你說叫我問我商學的 我就真的完全一竅不通啊 尤其不要講那個什麼數字啦 管理績效啦 我這個完全不通 不過也沒關係喔 因為好像聽說這個航空城 所有的什麼投資業務啊 什麼投資分析啊 都是委外嘛對不對 是吧 是吧都是委外吧 因為我看到你們回復給 這個審計處的那個答覆是 你們這些通通都是委託 專業顧問公司完成啊 那也難怪啦 因為反正你都委外嘛 都委外 所以你們沒有這樣的專業技能 也無所謂啦 不過我很好奇 總經理我請問您 您的薪水多少 報告一座十五萬二 十五萬二 是 哇哦 十五萬二 哇 謝謝副總經理 請問您的薪水多少 蛤 十萬 十萬 哇哦 十萬 你知道你們的這種學經歷喔 桃園好多耶 桃園出去喔 隨便拿個麥克風 站在馬路上一喊喔 可以排隊排很長喔 數不清楚耶 我就覺得很奇怪 兩位好像都不是桃園人喔 但是鄭文燦鄭市長 對兩位特別器重 一位是民進黨政治人物 一位是民進黨的 國際事務部的副主任 不過我倒是覺得 這個謝副總經理我蠻好奇喔 你現在在 你什麼時候來這個 桃園市政府工作了 我去年的一月一日 去年一月一日喔 我過去在大西區做 你去年就在這邊做 我其實看到你有很 你有很棒的這個專業能力喔 就你在你的個人網站上面喔 你把這個懶人包做得非常好 我就很好奇啊 奇怪 怎麼在這個 你現在已經在任職 在桃園市政府 去年就開始文化局 然後現在在航空城 可是都沒有看到你 對於文化局的業務 或航空城的業務 用懶人包的方式 向所有的民眾這個很清楚的 很快速的去宣達你的業務績效 我們反而看到的是 你那個上面寫的是 台聯520活動 但習馬英九啊 檢驗馬英九說謊啊 然後什麼WTO原件啊 對不對 這個公視外交VS外交修兵啊 對不對 這在你的個人網站上面了嘛 我們打出來就是這樣嘛 我沒有個人網站 我沒有個人網站 你沒有個人網站 打出來就是啊 謝懷匯嘛 那那個應該是有人整理 那我是誰整理 我真的不清楚 那我是覺得喔 我真的覺得 這個如果今天是專業考量啊 我對鄭文燦市長的專業考量 打一個很大的問號啦 然後你們的薪水啊 每一個在座的薪水啊 平均都是7萬以上起跳啦 對不對 旁邊的另外三位 大概都是7萬以上起跳 這樣的薪資啊 審計部已經給你糾正了 說你根本沒有業績績效 按照這個 特種基金辦法裡頭 要有績效 你才能夠調薪 根本沒有績效的情況之下 你們的薪水啊 大幅的調升啊 調升一倍以上的這個績效 我覺得啊 這真的 留待桃園市市民 真量你進來看 這兩年我們都沒有調升 心思 好請坐請坐 謝謝 謝謝 我想年底捷運即將要通車嘛 對不對 目標定為年底 所以有可能會通車嘛 對不對 全力衝刺 有沒有可能跳票 因為沒有定下時間表 所以沒有什麼跳票 所以目前還是問號 對不對 可以這樣講嗎 但是我們現在對於目前穩定性的測試 我們越來越有信心 但是 我很佩服 我很佩服 我們蔡英文總統 一上任之後 就很多議員都提了 將4522項的大缺失 現在比變成幾項 現在234項 25大項 220幾項小項嘛 對不對 原來是在今年3月的時候統計 去年10月到今年2月 36個太樣 4522項公單 截至今年的7月底 已經收斂到25個太樣 25個太樣 200多個小項 我這樣講也沒錯 因為我在5月520以前 上次問過陳學生陳委員一句話 說委員我們到底捷運什麼時候通車 他說維超你看著好了 等蔡英文上台之後 絕對會成立一個什麼安檢 什麼小組之後 缺失就大大減少到很小的數字 我當時以為陳學生委員跟我開玩笑 你知道嗎 結果真的發生了 所以我真的很佩服 第一個佩服 我們陳學生委員的政治的經驗 這個訊息告訴我們什麼呢 告訴我們原來政治是這樣的方式在操作的 我深深非常不以為然 一個4000多項的缺失 可以在5、6、7、3個月的時間 大幅減少這個數字 這個我真的覺得藍綠量都應該檢討 報議座 整個缺失的改善 其實從去年同步10月份就開始改善 但是5、6、7、3個月是最主要缺失改善的關鍵期 我講這樣對不對 應該說以公單數來講的話 其實3、4月就大幅的下降 沒關係 反正我覺得自由公平 這個缺失的改善自由公平 我覺得這也是值得檢討 那目前整個我們捷運公司財政的狀況怎麼樣 目前的話我想因為延遲營運 所以營運虧損 所以目前是虧損的狀態對不對 到年底為止我們會預計虧損多少錢 會超過二分之一確實 二分之一是多少金額 25億 15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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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資本額不是30億而已 所以會超過25億 超過15億 數字好像不止這個數字吧 就是這個數字 目前來講累積虧損是14.6億 那也就是因為這個樣子 目前我個人就是公司的話 積極的是跟交通部講 整個虧損的一個工作 我認為這個虧損交通部要負最大的責任 當然 因為我們桃園縣的股份佔63% 對我們桃園縣的整體財政 尤其是捷運公共財政 是最大的嚴重的傷害 所以這個球場 第一個找完紅 第二個交通部要負最大的責任 我覺得這個責任他們必須承擔下去 而不是由我們桃園市政府的金額 來負擔這樣的虧損 謝謝 好這個叫董事長 董事長 最近有一部電影 大家真的覺得很好看 叫《施術列車》 那我覺得 我覺得先講結論 因為很多民眾看到了 我們這幾個月的神術改善 神術神改善 神術數字的變化法 不管是怎麼個神 用數字消去法 還是真的把它做得很實在 但是這真是不得了 給民眾的感覺 就是一個神術 我希望這樣一個神術的缺勢改善 但你們要注意 不要變成全台灣第一個 施術列車 這個董事長 因為我覺得齁 這個正事長也說 捷運通不通這是專業問題 不是政治問題 確實 但是他只有講這句話的時候 有這種感受 有這種感受 我能夠體會 但他除了這個之外 一切都是政治問題 你覺得嗎 為什麼搞得你們這麼專業的單位 董事長總經理 你們專業就好了 為什麼說話說得這麼 也這麼怪 我打電話給總經理過了 我書號 你跟民眾比較 就是說 舊政府很差 新政府很強 民眾的感受 那強 你為什麼要用104年8月 跟今年8月比 你說因為剛好一年 但你可不可以講嗎 你也說去年11月開始 改善10個月 那有8個月是在馬英九時代 你如果講清楚 我還一點氣都沒有 我一點氣都沒有 我一點氣都沒有 就是說事實上有10個月 但是我們新朝代接手之後 4000多樣 剩1200項 經過我們積極改善 快速把它去做一個部分 你知道嗎 這中間8個月 變成沒有數字的紀錄 至少我叫你單子給我 你單子也沒給我 我想這樣 這是第一個數字上的問題 第二個 你輿論的部分 你們不要跟著政市長一起操作 好不好 輿論3月27號談到這個問題 那不得了啊 我跟你講 季節公司你們怎麼講 你們怎麼講 陶節公司 表達網站上還怪網站上 他說啊 你不同意降 什麼都不同意 行車時間都不用降 因為 如果降等於掩蓋系統不穩定的問題 如果掩蓋系統不穩定的問題 會造成什麼 緊急煞車 列車打滑 嚴重會出軌 死傷慘重的失速列車 但我希望 因為你們當時講了這句話 我不去追這句話 就勢必你現在可以通車 就這些問題全部解決了 因為你們發現問題 如果未來所有責任在你們身上 但是 那個 董事長我請教你一下 我覺得很納悶很不服氣的 東西可不可以數字不要亂比 數字裡面藏了魔鬼 但是魔鬼也會亂玩數字 但不要這樣玩 今天我們兩個要比薪資 我們隨便講一個 假設你累積年薪一百萬 我累積年薪五十萬 那你高於我五十萬 那第二種數字比的是什麼 我們用了十二個月 你的一百萬剩十二萬 我的五十萬剩十三萬 是我贏你 這叫做剩餘的錢 第三種是薪資的來源 你的一百萬裡面有五種來源 加班費薪資本薪等等的 我還去麥當勞打工 那你明明四千五百二十二項 是叫做累積的薪水 累積的 也就是說今天你的數字出來 你累積到四月也好 累積到五月是四千五百二十二 你到八月份 你也要現在又多累積的二十項 一定不能低 不可能低於這個數字 不可能嘛 因為什麼叫累積嘛 後面幾個月就算少 也是持續的工單派出去 現在持續的累積是四千八百 或者五千一百 這叫做說實話嘛 當然啦 民進黨當然很會操作這個 但沒有意義嘛 你弄一個大家看不懂的 四千五百二十二前朝 然後現在呢 縮斂成二十五 二十五叫做薪資的類別 那二十五項 去年四千五百二十二項 它也是二十五三十個 四十個類別 它也不是樣態 太樣 它的太樣當然也不是四千五百二十二嘛 落地一類 什麼一類 那你為什麼二十五跟前面說是七十 怎麼比 對你們一定有進步 那要比對數字啊 現在民眾 民眾什麼概念 你現在最後比說 四千五百二十二要比兩百三四下 也不對嘛 兩百二三叫做已經完成剩下 還剩下兩百多的嘛 你拿這個我一年度累積薪資一百萬 然後後面一個拿著新資的比是說 我已經花掉剩下十二萬 然後這兩個在那邊比東比西啊 我真的是覺得莫名其妙 我今天就講完號 跟我一個正確來比 現在累積到現在 派工單再增加多少 一定超過四千 這第一個數字 第二個 截至五月二十號五月底 他們那時候是多少的樣態 依照你們樣態的分類 對不對 第三個五月底 他們已經四千五百二十二張派工單 當然完成了一大堆嘛 你也說十月開始嘛 那現在你搞的 我這樣子講喔 輿論數字喔 這不應該是你們專業人士來做一個操作的 總經理你請坐 第二個 我真的希望你們 你是研考出來的 數字不要這樣比 第二個 票價的問題 我覺得你很不尊重議會 議會這麼多人問票價的一個 因為你可以跟我們講初估嘛 對不對 我覺得我沒辦法接受你不回答 你現在給我們報告就七月底去諮詢各位 八月九月 兩個月了 除非你們是無能啊 到底現在狀況怎麼樣啊 是幾十到幾十塊啊 你給我一個範圍啊 你到現在都不講 故事長 因為我這樣很過分你知道嗎 為什麼這樣藐視議會 因為你預算書給我們 我有權利問 你明年票價收入 你估的是十四億多 我請問一下你過世幾人次 我除一下不是你的預估的票價 還是你在玩議會 玩我們嗎 我請問一下好 那我不問你未來實際票價 請問你這次十四億的預算 你們那個票價收入 你們預估的票價 是用多少去呈給議會的 是以一百五十塊來做 一百五十塊那就好了嘛 好了嘛 那就講出來嘛 你不講我要我去算 也是很累 再來 部長請坐 第三個 因為剛剛議員很多問題 我從頭聽到尾 你沒有講 沒有講 但沒有必要 你預算都給我們的齁 第三個問題 你現在到底跟交通部求償十三點三億 十三點六三億 那請問一下你在六月三四號的新聞稿 還貼在你們網站上面 你說的是三十六點五億 你跟交通部行文求償 六月三四號發的文 求償三十六點五億 到底是十三點三億還是三十六點五億 不好意思 我解釋一下 六月三十號的時候 作為一個求償的動作 我們當然是要把所有 包括從我們認為說在延時營運的數字 你不要掛在那邊新聞 你在那邊你的正式新聞也是一個數字 你在議會報告也是一個正式的一個數字 你這樣數字根本不對 然後七月二十六號人家跟你回文 你還在跟議員會回答說 三月份跟立法院協調 以公文數為準 七月二十六號你收到文是什麼 未來一合約 未來一合約 你跟他沒有契約 法律那就是 我是覺得你還盡量爭取補助款 好不好 最後我拜託 機場捷運有很多的第一 長度最長 單一捷運 第一個跨越三個行政轄區的 對不對 然後高度最高 最高的那一點 4.2公尺 樓梯就從樓上坐下來 所以很多的安全問題 我真的是用快點通車 但是要百分之百安全 不能說什麼神改善 神速改善會的數字 萬一產生私速列車 誰也負不起這個責任 謝謝 董事長我請教你 在你們神改善的這個期間當中 從4522變成了200多項的缺失 我請教你在這段期間當中 有沒有發現新的缺失 新的缺失是會在測試過程當中 好那我請問你 你現在 從你在測試的過程當中 從你在測試的過程當中 在你神改善的這個過程當中 你發現的新的缺失 有多少類 多少像 太陽沒有增加 太陽只有減少 那缺失 所謂的新發現的缺失是點 對 多少點 多少點 因為你這個每一個段 那個是一個變動性的 那當然啊 正因為變動性我們才擔心啊 對不對 講難聽啊 如果它的缺失是不會變動的 我們還不擔心 因為是可被預測可被掌握 就因為它是變動性的 那才更恐怖 因為我們完全沒有辦法預測 什麼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就是我們在擔心 報議座 你們在神改善期間 為了要趕快搶通車 然後不顧這些可能產生的潛在問題 潛在危機 是 報議座 這個要說明兩點 你先告訴我 到底有多少個點 你新發現的多少個點 多少問題點 新的點有多少 報議座 真的重點不在發現哪一個點 而是在太陽的收斂 就是說這些太陽 我們是不是掌握的問題所在 來去改善它 不是嘛 董事長 所以我就說嘛 那你們這真的就是公然的 在欺騙老百姓嘛 那你當初跟人家說 我們發現了4522項 我問你這4522是不是點 是太陽還是點 是點 對嘛 所以嘛 你們那個時候 那麼重視所謂的點 現在我在問你 你新增加的發現的問題的點 有多少點 你又跟我說 點不重要 我們是看它的太陽 太陽有縮減就好 不是數字都是由你們來掌控 不是話都是由你們在講 化妝師都是由你們在做耶 我跟你講 我董事長 我要求 會後 把新增出來的點 明細 全部都給本席 給我們所有議員 給議會 而且我們公務小組 已經要求你 把4522項的這個點 通通要列出來 每一個太陽 每一個點 要列出來 然後你改善了哪個太陽 哪個點 也要通通列出來 現在新發現的太陽 跟點 通通列出來 好不好 我把明細要給我們議會 謝謝 謝謝 感謝主席 劉總長 是 我想我們議會同仁 對你的期許很高 是 那我想你任動道遠 你接捷運局 我想很多的地方 你要去突破 是 要關門通車 我上次私下也跟你聊過 如果要關門通車 馬上就說 欸 明年可以絕對 我想要對你提醒一下 是 還有我們那個現在購買車票 除了現金以外 是我可以使用EU卡及EU卡通 我想這個目前 我們捷運擴充以後 未來推動有沒有自己的儲值系統 有的 這個有 未來可以做自己的 我們會結合EU卡通 跟EU卡公司 包括我們的市民卡 這個都會結合進去 市民卡可以結合進去嗎 可以的 那我想你 剛才我聽很多同仁講說 你說 今年底會通車嗎 通車是一個 今年底通車是一個目標 我們用那個目標來做一切的準備 用目標做準備 我想是說 再次提醒你說 不一定為了通車要通車 是 還是要以安全系統 安全系統穩定 大家都齊齊 因為以後交通部移交給你 你們的責任是你們要擔的 是 所以安全 無餘 系統穩定是前提 通車的前提 對 所以我要特別 還有你那個交通的整合 你通車以後交通局有沒有橫向 還有各項交通工具的接駁 這個你有沒有列入考慮 有 這個就是這段時間 積極在協調以及在準備的 對 這個很重要 因為已經破載沒殺了 是的 希望你 我們給你再提醒任重道遠 謝謝 謝謝 捷運級要你的 以你的能力 以你的專業 你的認真 我們肯定你 好不好 請坐 那我們韓工程 好不好 那韓工程你一年虧多少錢 你去年虧多少錢 報告一座到去年為止是 對啊 對啊 對 1700多萬 是 你虧損是5800萬 5800萬 你們韓工程是空程了 現在好像媒體也在報了 希望你們要有點振作 早上也早不 跟會議員的互動也很少 你看捷運級的互動跟你們的互動 你們韓工程做什麼 我們真的心裡很不服氣 你們一個月15萬 不管幾萬 這個你的能力 也是你的專業 我們希望你未來 這個韓工程的領域 剛才真的 你是總經理 許總 這個領域你要去努力 還有你一共辦了幾場論壇活動 你不是有辦那個論壇活動 花多少錢 哇 一問三不知 不好意思做 我們目前規劃年底是還有一場論壇 那其他的 你總共到現在辦了幾場 今年度嗎 今年辦幾場 今年一場做談會 所以你韓工程我看還搖搖的 你現在議員的互動 跟大家互動 當大家了解 沒有人了解 所以你韓工程在辦什麼 一場做談會 對啊 好啦 三秒 三秒 謝謝請坐 接下來我們請劉勝全議員 以及劉曾益村議員 共用十分鐘 謝謝 謝謝副議長 那我們請捷運局的局長 局長 今天所有議員都談到 就是去年 因為我們的捷運局 它的缺失有四千多下 大家都質疑為什麼短短的一年中 能夠這個改善那麼多 這是我們所質疑的 確定是不是這樣子 那麼我們捷運局呢 為了通車的這個問題 一再的延宕 從民國一百零二年到現在 已經好幾年了 我就講說奇怪 為什麼你們每次對這個通車的判斷 總是這麼的麻糊 那麼包括今年年底也一樣 我剛剛聽到說 你們的這個計畫是 今年年底要通車 看起來今年年底要通車的機會 也不是很大 那我總是感覺到就是 那麼我們這個捷運局過去的缺失 確實有沒有改善 那麼改善的程度到哪裡 現在有兩百多項的確實 兩百多項的確實 到底有沒有機會到年底 就能夠改善完成 好 報告一座 首先對於 之前議員們都關心了 四千五百二十二項 很快速的去修正 我想不是快速啦 事實上 從去年十月一直到今年七月底 十個月的時間 持續的去改善 才有這樣的一個成績 我只是質疑啦 我們要落實啦 不要說為了通車而馬虎 那當然 真的 這有攸關這個乘客的安全 我們不能說這個隨便馬虎 然後這樣子 隨便就這樣子OK 不能這樣子 一定要安全性 要達到最高的一個程度 那麼還有一點就是 那我們捷運通車以後 像我是住在比較緊鄰 這個捷運20站跟21站 我們的停車問題 是不是有解決 那這些問題都是我們必須思考的 那不要說到時候真的通車了 連停車停到哪裡到處一片亂 這個也不是我們要看到的一個目的啦 那麼我希望說局長喔 通車的配套措施有沒有積極努力去執行 有的 目前我們跟交通局就是在處理這個問題 我是有一點擔心就是 因為我們站體已經蓋好那麼久了 好幾年了 到現在還沒通車 我怕說站體已經 現在已經 二十六六了 還沒用啦 到時候真的要通車的時候 這個站體會變成什麼模樣 我們有一直在持續的在保養中嗎 是有 站體我們接管之後 我們就是維護保養都在進行 另外就是說連外的交通車 以及車站外的一個停車格問題 現在就是目前我們跟交通局在做營運前準備 在充斥 對啊像我們捷運培訓了那麼多人才 從102年到現在你看這幾年來 都一直在陸續在陸用人 那你所支付出去這些薪資 對我們捷運來講 這個負擔實在是非常非常的大 而且呢到現在還一直都不能通車 這些人到底在來 這個沒工作做 他也心裡也是一個負擔 所以我說這些問題 都是值得我們捷運局 要做徹底的檢討的地方好不好 我們的人員現在都在做營運前的準備 不管頭路維修等等的都在做 還有就是我們那個航空城的總經理 總經理其實航空城我一直看到你的書面上都在招商 那我想說無中生有的東西 你如果沒有什麼東西給我們看 你要招商誰會願意進來 這是我比較質疑的地方 所以你看從吳智陽當縣長的年代 就開始有航空城 那麼那時候就開始招商到現在 可是換了鄭文昌市長以後 可能他就有所變動 你說這些招商這些人如果願意進來 他也會害怕 會質疑我們航空城到底有沒有在做事 所以到底能不能執行 這都是我們必須要深思熟慮的 所以我希望那個航空城的總經理 你們要多用一點心好不好 不要真的到最後真的無疾而終 好不好你請坐 謝謝謝謝我們那個劉憶言 又剩下五分鐘 不知道要挑哪一個 那個那個 那個 那個恭喜 那個劉董事長 你去那邊薪水多了多少錢 多了兩萬多 應該多了兩萬多 應該多了兩萬多 你們都有一計桃園市政府所屬事業機構 用人心點 辦法 應該多兩萬多 先跟你恭喜一下 然後大概講一下 你這先帶一下 第一個 十二月底不可能通車 為什麼不可能通車 因為如果要通車的話 他至少交通部要提早兩個月或三個月告訴你 要提早多久 兩三個月跑不掉 就是出旅刊 至少要有三個月的時間給你們 那你們至少要給交通局兩個月的時間 要不然其他車子通了以後 那客人誰在 所以說不要說那麼好聽 沒辦法通車就是沒辦法通車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這種票價你還沒送議會 是你自己編列預算再算 一百五十塊 幾乎多少 幾乎多少 大油巴士從機場坐到台北五十塊 然後火車從中壢坐到台北八十塊 那誰要去坐你一百五十塊 然後你一百五十塊 到底是一票到底 還是每一站怎麼停 還是兩段票 這也要去算清楚 朝這方面要向盡努力 好不好 不要只要靠虎爛 你去到那裡後 好好準備一下 請坐 剩下四分鐘 來 航空城 許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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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快當董事長了 沒有 因為我們市長 非常注重向年這種 青商會出來的領袖 你六十幾期 六十二期 你五十五期 是 零五十五期 那青年事務局 陳嘉峻是六十二期 我記得好像六十二期 所以市長要你這種的 有經驗 然後有社團經驗的青年女秀 那我希望你來到航空城以後 能夠好好的整頓 但是到目前為止 我還是存疑的階段 那你過來之前 有沒有把你所有的股東 私有企業都拋棄掉 現在還有哪個企業有股東嗎 不好意思說沒有 都沒有 那百分之十條款你要注意一下 那你非常的勇敢 因為這個公司 一年大概虧五千萬 一年大概虧五千萬 六億多的現金 現在資本現金 現在剩下四億多 剩下四億多 那也只剩下租金收入 還有另外一個是什麼收入 利息收入 剩下兩個收入 所以你愛呵呵做 一定要好好的 把這個航空城撐起來 那如果這個階段又撐不起來 沒差你來到這裡 那好啦要講專業 你也算專業好不好 謝謝 請問一下 那剛剛講到薪水 你們的薪水都賺七萬多 都七萬多 那個旁邊那位小姐 你薪水多少 副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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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幾萬 所以你 你從文化局過來十幾萬 沒有 在這邊 十萬 副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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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多少錢 你多少 十六萬 十六萬 好 你請坐 那你算委屈了 那總經理多少錢 十五萬二 十五萬二 好 好 那有開始要考慮請我們副議長 下屆我不要當民意代表來那邊硬一下 這個很輕鬆 好來 那也剛好問一下 那謝副總 那剛剛有議員說你的背景非常專業 那我大概也看一下真的是非常專業 事實上你不只是碩士 你現在不是正大的博士班嗎 對 對啊你應該是博士班 那我們公務人員還好 公務人員去上課的話大概都有公教 那你們公司這邊有沒有 應該也有 我們就比照這個市服人士的這個問題 有沒有 你有沒有請公教 有 好 謝謝你 那問題就在這邊 那今天我可能要做第二階段的質詢 因為這個很重要 很重要 你既然 因為我們公務人員保障培訓委員會 他有出了一張行 公務人員訓練進修作業要點 他在103年的時候整個修訂104年發給各機關 也就是說我們公務人員進修辦法 第一個各機關聘任 第二個聘任 第三個是公務人員錄取考試人員 你們可能是屬一二 但是你的部分 可能你們的會計 你們的會計可能要害你 會計可能要害你 你的部分不能用工架去上課 你的規定不能用工架去上課 所以說你用工架去上課 我覺得你已經違法 已經違法 這部分請說明一下好不好 我們應該是有簽準的 那這個簽準的部分可能由我們的人事部分來做說明 沒有啊這個不用簽準 這個規定的很很很 那個第九條 成績優異具有發展潛力者 第二個具有外移能力 但國內進修不在此限啊 這是公務人員 因為優秀的公務人員 基本上要有兩年的考基 那謝懷匯他沒有兩年的考基 他104年1月份進來 好像沒有兩年的考基 謝謝好請坐 接下來請蔡永芳議員 李光達議員 陳志文議員 三二議員 共用20分謝謝 謝謝副議長 這個劉董事長 首先我先關心一下這個我們的鐵路地下化 跟我們的未來的居線就是綠線 我們在參加過這個鐵路地下化的一個地方說明會 關於桃園站體跟這個中立站體的一個設計 很多鄉親在關心這個我們桃園站 有沒有未來的綠線 有沒有預辦登機 你知道這個訊息嗎 這個是鄉親們所關心的 那未來綠線的規劃我們也會 從我們的角度 我們會建議交通局這樣規劃 台灣世西在規劃這個PCM未來的規劃設計 以及管理 我們提到這個議辦登機 他是持否定的態度是沒有 我想這個是值得再爭取 我想桃園機場在我們桃園已經30餘年了 很多就是過路客 我想這個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說 你當然未來你要去搭機 可以選擇高鐵 中南部我想也有一些是搭台鐵 做這個綠色決運 我想你可以先一大早出發 先預掛行李送到機場去 我想這些人 我們台灣的所有的全國的鄉親 可以先來我們桃園遊逛 可以留住我們的商機在我們這裡消費 我想這個非常寶貴的意見 你是不是說也請副市長這邊 當天好像你也有在場 是不是把它列入一個考量好不好 跟議員報告 那個因為機場決運 他是直接進到A12 A13站 到機場裡面 我們綠線的部分 實際上是沒有直接進去 所以涉及到轉軌的問題 那個問題是比較大 所以初期綠線的部分是沒有做這種考慮 好請坐好副市長 我想今天很多議員同事在關心 這個機場決運通車的時間 我想我們原來高鐵局 規劃是什麼時候 在早期 一百零二年的時候 一百零二年就要通車了 所以也一言再言 所以大家關心我們市民的便利性 往機場的一個交通上 所以大家都非常的關心 但是在今天所謂的你們的公單 還有幾個三十六個樣態 突然減少到剩下二十幾個 從四千多個缺失降到兩百多個缺失 我覺得有一些是抱著酸福島的心態 但是我今天很認同你們今天的說法 有一些基天的問題 他只要是克服的話 他是一個連鎖系統性的 界面如果協調過之後 他一定會很快的來降低他的缺失的項目 所以市長也很關心這個問題 基本上你們只是一個未來接手營運的一個單位 好講到營運的部分 你們接手上一批的一個 我們想禁用的人力 早考進來的都已經全數禁用了沒有 都禁用了 好我想議員也有在關心說 你們的忙碌程度也怕你們過勞 我想最近通車在籍 不管是年底或者在農曆年前 一定是越來越忙 但是坦白講不要過於矯情 在距離通車還很遠之前 真正覺得很忙碌的請舉手 大家都舉手 其實都舉手了 不好意思 一座提醒的非常正確 我們現在也在評估就是說 在營運初期 維修人力真的需要再補充 那我們也會趕快研究進用 我想你們的這個 有些單位一定是特別的忙碌 在公務維修的部分 要訓練 一定是要積極來努力 為了系統穩定安全通車 但是有一些票證的部分 服務的部分 你們在忙什麼 好這個不是我要問的重點 我現在是說 因為中央的誤判 因為中央的delay 的延檔 導致你們營運單位的誤判 所以說提早招考來禁用 所以說 等於說在薪資的部分 所以說你的半個資本額 已經虧損了14億多 好你也提到說 我們要向交通部來求償 求償這個部分 營運前的一個虧損 13.3億 你想可不可行 這個是本來就是交通部的責任 就是營運前虧損的一個補助 13.63億 這個大家都是 什麼時候會落到我們市庫 這個目前就是在跟交通部在協調 半個資本了 14.5億 交通部了解這個狀況 你13.3億進來的話 是不是我們這個整個虧損的部分 不如小補 另外我們這個票價 票價的定價 跟高鐵跟台鐵來比的話 怎麼去比 我們認為有競爭性的話 可能要低於高鐵 那另外就是說 當然以目前來講的話 我們考慮到未來的整個營運的收支 我們希望在票價方面是高於台鐵跟公路 所以高鐵還要便宜 稍微比台鐵貴一點 這個票證的部分 在這個 您剛剛有提到 悠遊卡 還有一卡通 包括我們的市民卡 要把它整合進去 我想 你整合進去的話 我想我們市民可以享受到的福利 尤其老人 在這個老人進老卡 愛賠卡的部分 有800點的補助 這務必要把它結合進去 我想 您在當 聯考會主委的時候 對這個 這個票證的一個系統 非常的有研究 我想這個難度 並不高 是不是再積極努力一下 好的 我想 系統安全 安全上路 絕對不會是失訴 我想 這個我們市長 這也是一個政治誠信的問題 但是有一些 不是我們地方 能夠 尤其是營運單位 能夠去掌握的 一定要清楚說明 讓我們市民知道 現在我們桃園市民都認為 都認為 12月底會通車 當然 這個消息怎麼來源的 其實我們市長 站在這邊做一個報告的時候 是朝向這個方面來努力 要有一個企圖 我們才會進步 才會督促我們中央來 共同重視 我們這個通車的一個基層 是不是這樣子 是的 我想 競速通車並且以年底為目標 是一個準備努力的方向 整個 但是安全 無餘 對於系統穩定是前提 好 另外整個我們的沿線 對這個產生的一個噪音的部分 一定要重視一個居民的感受 還有周邊這個接駁 接駁的問題 我想議員也都很關心 還有一個暫體的開發 暫體的開發 齊頭並進去進行 我想現在台灣面臨很大的經濟問題 內需不振 你在暫體周圍的一個商圈的開發 可以同時去進行 好不好 好 謝謝 劉董事長請坐 謝謝 我們航空城總經理 許總經理 謝謝 我想今天我們的兩位大員的議員 都很關心到這個 未來透過區段徵收 區段徵收來開發這個航空城 我想很多很多當地的地主 他當然也在乎這個所謂的 透過區段徵收 最高也發回45% 這個部分有再增加的可能性嗎 報應錯 這部分的話要等到實際的徵收 有沒有辦法走專案 實際的徵收範圍下來以後 才能看依照 我之前提過一個問題 整個航空城的一個開發計畫 有可能吃掉 全市的一個分配給我們的一個所謂的容積率 所以專案是可行的 我想這個 我覺得 要配合我們這個旗艦級國家的一個建設計畫 這個地主的權益 絕對是不能去給它犧牲 我想這個可能也 你的職權上還沒有辦法去做主 我想還是請教一下我們的副市長 這個部分 我相信你對我們路德 我們這個段徵這裡的鄉親都有很輕的感情 有辦法用同理心 你要理解他的心情嗎 我想同理心是有 第二個部分要說明一下 因為那個整個到底 配回的比例是多少 那只要跟那個整體計畫的財務有關 我們市長的特別指示說 希望在財務容許的狀況之下 要盡量提高比例 盡量跟中央來爭取 那整體的財務是 因為我們的報告裡面是說 站在我們的預算支出裡面 我們的財務的允許之下 但是我覺得地主的權益也要去考量進去 好不好 這個部分其實我們地震局有在考量 未來能夠救台灣經濟的 就是我們台灣的航空人計畫 我們不要去唱衰它 我是反而積極 積極 積極來積極鼓勵 好嗎 其他的時間 我們就是我的好董事 川英峰議員跟我們台客美錄議員 謝謝 謝謝 美錄是陳志文怎麼說出來的 對 對 那個當事長 總經理 藝術好 我請教你 我剛聽幾譜 你說100空八年是確定什麼 預計108年能確定 就是土地範圍確定 徵收範圍確定 是範圍確定而已 是 對不對 到下一個階段徵收還沒有 對不對 是 那是後製的作業 確定公告確定徵收範圍要後製的作業 是 徵收範圍 是 對不對 108年 還有三年 是 還有三年 因為很多國民黨的議員 一直在講說我們這個單位 這個單位叫做 不必要的單位 希望說裁測掉 那依你的經驗 以做公司的經驗 我們這個公司的前瞻性怎麼樣 非常有前瞻性 因為航空城公司雖然是市府百分之百投資的公司 可是它不同於一般的民營企業 因為我們現在土地會確定一些 我們有些很多前置作業要做 包含我們的行銷 我們的預招商等等 所以等到土地確定以後 它是一個非常有可為的公司 那其實土地確不確定 它的範圍會縮小多少 你知道嗎 這部分要等 內政部那個土地徵收小組確認 他之前 以前那個 那個 吳子洋時代的時候 他的範圍碰風得很大 對不對 現在有可能會縮 你應該有 大約有個心理有個底 大約會在什麼範圍內吧 所以這個跟你那個 預招商的範圍 應該也沒有差多少才對 是 所以說你講108年這個 跟你的那個工作的騎乘 完全應該不搭 對 所以我們現在還是做行銷跟預招商 那告訴就是 告訴我們的有意願投資的廠商 大概航空城整個計畫 航空城計畫整個10層 那那個城鄉發展局跟那個 都法局跟那個地震局 他們給你的資料 什麼時候可以分配到土地 目前是沒有這方面的資料 目前就是 帶內政部的土地徵小組確認以後 然後我們才進行下一動作 沒有啦 我說的聽 人家要投資 聽你這樣說 你跟他親差說說說 我也親差運用一下 你知道嗎 連我這邊請教你 你都沒有一個答案 最少民國幾年你要跟他說 大約幾年 政差兩年 你要跟他說 大概是108年 會確定土地範圍 那是範圍 土地提到是當時 土地提到 可以用 要配合公共建設的一個建設 沒有啦 我請教你 你來這裡多久了 不好意思說 一個月又12天 一個月12天 好 問你好像 不過也要進入狀況 是 今天我排200億 要來幫你投資 對不對 但是我這樣問的時候 你完全問了 全不知道 這樣還要怎麼投資 你做一個公司 要去投資一個地方 一定要一定的騎乘 對不對 我10年來還要投資 我一定暗算說 要投資多少錢這麼多 你連這個台語 抓到大 你就抓不準了 誰還要投資 對不對 這個工庫要做 好不好 請坐 那個 我請一下我們那個 新副總 新老師 你講話比較中肯 4522 4522 4522 是什麼數字 是 剛剛問過很多次 就是很多缺失的各種項目的工單 喔 是缺失的工單 是 我聽說 我聽說 國民黨在報名牌 數目二字 不是啦 為什麼 他們在質疑 說什麼 鄉鄉降那麼多 為什麼 一次 我們幾個月來 把這個缺失做一次改成 剩兩百幾項而已 現在是這樣 四千幾項 它是 四千五百多個工單 是逐步的在改善中 那我們是花相當的長時間 比如說十個月的時間 逐步的在改善 現在還剩兩百多項 一共分成大概二十五個太陽 現在 他們是不相信說 我們有一次 這樣 沒六個時間 有一次改善這麼多 其實這個並不是很稀奇的事情 比如說剛剛我們總座也有指示 我們把一個雷達的東西解決了問題的話 一次就解決了五十個工單 這種情形很常常發生 並不算是特殊的 算說抓到長頭一百抓出來 整個都改善 是啊 整個都改善 對不對 對 這樣說清楚就好了 是啊 我請教你 人要通車 人要通車 有什麼減速度 減行的那種條件 可以這樣做嗎 我們不會接受 我們現在就是照著合約來講 它就是十二分鐘的班距 車數就是直達車是六十 普通車是四十五 這都是照規定 它穩定車是百十九十九 都是這樣子 曾經有討論過說 要降低一些的標準 後來經過了評估考慮以後 沒有降低 現在的標準就是這樣子 不會再降低 所以我們不可能 為了要通車 為了暗算說年底還是當時要通車 去減速度去減那個項目 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老師說的最多了 不可能 剛才跟你起來講的 對 其他人都不相信 不可能 像他說我也不相信 你說我也要相信 對不對 不可能 好 謝謝老師 來我們台客的美女 好 謝謝 今天真的非常榮幸 能讓我們那個 兩位帥哥議員 連續提了我兩次名字 謝謝 在這邊我首先要請問一下 我們的航空城 藝術好 剛才聽了一下 你來一個月又12天 是 好沒關係 雖然是我們才剛來 一個多月 但是我還是希望說 你能趕快把我們的業務 能夠熟悉 我現在所想要請問一下 就是說 目前之前 我們鄭文燦政市長 有針對我們航空城的部分 有推出一個 綠色經濟版的航空城的計畫 他那個市府就是以公開透明 民主參與 生態發展 公共利益 以及產業優先的五大原則 這個部分 你了解嗎 了解 了解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簡直一下 所謂的 綠色經濟版的航空城計畫 跟我們之前以往舊版的航空城計畫的 比較不同的地方在於哪裡 這五大面向當中 你簡略一下 不好意思說 綠色經濟版航空城 就大概五大原則 那就是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就是 航空城保留社會住宅用地 回歸給市民 第二個是公開透明 那所有的土地資訊交易 我們都採取公開透明 在網站上都有勾開 然後再來是民主參與 就是採取全區聽證的一個方式 然後再來是產業優先 就是產業優先就是引進 就是以產業專區有核心產業 跟次核心產業 然後引進就是完備的產業進來 再來是生態發展 就是在整個發展的過程中 那我們有用循環經濟的概念 來發展整個航空城計畫 好 那個回答得很好 那在中間 你有提到所謂的聽證的部分 我想要了解一下 目前聽證的進度 跟未來的規劃 在今年度已經完成了 全區聽證 六場的全區聽證 對 那未來規劃 因為畢竟這個是非常寶貴的意見 那麼航空城針對把它廣納 所有民眾的一些意見之後 你們未來對於你們的航空城的推動 會有一些些許的比較主要的一個計畫 那聽證完成以後 我們現在是配合地證局完成聽證以後 然後匯局所有的聽證的資料 相關資料送內政部來審議 好 跟中央會有密切的保持聯繫 那我是因為說 聽證 每一場的聽證 民眾的意見都是非常寶貴的 我是希望說你們能總和之後 然後跟我們中央來持續做一下溝通 好嗎 好 還有一個 本期一直很關心的就是 有關於院警管的部分 院警管說實在 當然這是一個前朝的一個政策 那但是我們不能說因為是前朝的政策 我們就放任不管 那關於院警管 我們到底有沒有一些比較積極的一些規劃 能夠不要輪為是文子館 是 院警管的部分 我們是以院警管為一個行銷的一個基地 那今年度到目前為止 已經有到七月份為止 有三千多人來參訪 那我們在今年度的計畫當中 有一個院警管的更新 包含明年度我們一個計畫是融合智慧城市 把院警管豐富化 那提升我們整個來館參訪的人數 那我們進而對來館參訪的團體 或是企業團體工商團體 我們從中間再來過濾 然後我們來進行主要的拜訪 好院總經理我先大概跟你提一下 這個你是針對院警管的部分 因為上一次本期其實也有建議航空城 就是說在院警管的周邊 因為我不可能豐城瀑布 我從大溪到大園 我們就為了一個院警管 對不對 那是不是也帶動周邊的一些 串聯一些景點 也加入進去 讓我們整個的 整個的那個規劃能夠再豐富一點 是 好不好 謝謝請坐 請坐 因為我們蔡總方蔡議員 非常推薦我們的那個教授 是不是 那我們就請我們教授 您不好意思 再站起來一下 不敢打 然後那個我們的李光棠 我們的議員也非常推薦 那在這邊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一早上 我們聽到非常多的議員 是針對我們那個捷運局 所謂的幾項缺失 要怎麼樣怎麼樣 我現在想請問一下 這4000多項缺失 不會是只有一項一項細則 你們應該有分幾大類 有 比如說電路類 建築類 我們剛剛是反正36大類 你有分幾大類 有有有有 分幾大類 當時是分36大類 現在已經很多都解決 現在剩25大類 現在事實上只剩20類了 很多類都已經 那一個類別全部解決光了 那麼當時是36 現在是一路降到大概20左右 對 因為我們 我想鄭文山鄭市長 再三的就是說 在安全無率跟系統穩定的情況下 才要進行通車嘛 但是因為通車的期限也說實在的 我們之前開的通車期限也越來越接近了 那現在目前來講的話 我們4000多項缺失 其實我不是在跟你討論 這幾千項的缺失 我現在是要知道的是說 到底你們檢疫局 對於這些的缺失 你們有沒有掌控到 未來改善了一個大原則以及方向 有 掌控大原則跟方向都有掌控到 你要不要在這邊檢閱一下 我們的目標還是以年底通車 希望把它全部都改善完 但是這個嚴格講起來 因為我們是屬於營運的單位 工程單位是高鐵權 他要怎麼樣做我也不敢講 我們盡量 謝謝請坐 接下來請詹江春議員發言 謝謝 謝謝主席 航空程是總經理的 謝謝 這個 您是清商會總會長 是 前總會長 這個 清商會 這個青年領袖的搖籃 希望說 這個 不要說這麼年輕 就淪為政客 是 航空程 整個規劃 又或者說 航空程的整個騎乘進度 事實上完全都不掌握在航空程公司 現在是整個地震 又或者是都發 然後呢 是還在審計部 還在內政部在審 整個過程 航空程根本插不上任何的手 所以剛剛很多 我們很多議員同事在問 問你說這個 航空程的進度怎麼樣 航空程的進度 根本就不在你們的業務範圍內 對不對 好 那航空程公司目前來講 充其量 我是覺得 這跟詐騙集團沒有兩樣 航空程 我們現在說在招商 坦白講 航空程 審計部 我們營建署 營建署到底會不會通過 通過之後 這個規劃包括土地徵收等等這些 搞一搞到公共建設完成之後 這個廠商才可以進來 這當中 如果以像我們目前台灣的行政效率 你看 你知道我們捷運 破了全世界紀錄你知道嗎 別人 是兩年蓋六條捷運 每一條都比我們長 我們二十年 動工二十年通不了一條捷運 全世界紀錄 你把整個世界地圖攤開來看 有哪一個國家說蓋一條捷運二十幾年 這不簡單 你知道嗎 在一個民主國家 有辦法一條捷運蓋二十幾年 沒辦法通車 這個紀錄要繼續保持下去 金氏世界紀錄 我覺得我們捷運公司可以申請個金氏世界紀錄 有沒有創世界紀錄 這個我沒有去深究 有啦 你研究一下 全世界沒有人捷運蓋這麼久 航空城啊 接下來也要破世界紀錄 沒有一個國家說啊 好這樣講啦 航空城啊 整個進度喔 並不在你航空公司 所能掌握的 而現在呢 你說招商啦 我們現在講台灣講說要南進嘛對不對 你說今天有個越南啊 或者哪一個國家齁 然後呢 他們的內部正在規劃一塊土地 這塊土地呢 一直現在還不一定會過 一個國家還不一定過 然後呢 現在已經開始成立一個公司在招商了 還不一定過 越南這個單位已經成立一個公司在招商了 然後我們台灣的上市公司呢 因為越南有一個國家呢 這個已經提出說有在招商 然後那國家的那塊土地的都還沒過 然後我們就 就決定說 股東會決定說 我們來去投資 沒有人像台灣的去這麼陷了啦 那你去投資 結果齁 就算它通過了 通過以後呢 他們還要在這個 土地徵收 然後還要在這個計畫 然後還要在公共建設 搞到來可能將近20年 然後我這個上市公司現在就決定說 20年後我要在越南投資 20年後我要在航空城投資 因為現在有一個航空城公司 在那邊做了很漂亮的這個 簡介 我們都去參加到它的簡介 所以我回來 這個我是奇異公司 還是說我是什麼世界級的公司 然後我們就開股東會 然後說我們要這個到台灣的航空城來投資 但是剛好柯林 你有從事企業嗎 之前有從事企業嗎 過去喔 有 你做什麼企業 海外留學公司 海外留學公司 做什麼啦 買賣什麼東西 出國留學 出國留學公司喔 這不算真正的企業嘛 我跟你講喔 真正一個具有規模的企業喔 不是那麼簡單說 你的航空城公司在那邊招商 就招得來啦 你土地都還沒通過 土地通過了是不是 你要告訴我通過了是不是 所以我們現在行銷 你現在在行銷 你知不知道 航空城就算通過了 到公共建設完成以後 你知道要幾年嗎 土地徵收到公共建設完成要幾年 你知道嗎 而這個航空城公司 設在這個地方招商 連土地在哪裡都還不知道 就在招商 然後你還說對 以後的這個航空城公司 非常的前景很樂觀 這個喔 有做過生意的人都知道啦 我今天要租一塊土地喔 我都還沒租到 都還在地主壇啦 我現在就開始成立一個公司在招商 這個喔 坦白講啊 以前啊 民進黨在罵這個 吳智陽喔 航空城是喊空城的時候啊 我詹江村是跟著一起罵的啦 我不會說今天藍綠喔 以前我們那個 陳忠義跟我一起當議員同事的時候 我每次罵完吳智陽 我走過去他都從辦公室走出來 我有拍手 哇你這個比民進黨還要民進黨 哇罵吳智陽罵老兇 我告訴你我還是不變 航空城現在還是喊空城 我不會像說我們有些議員在吳智陽說 罵的要省 然後現在就忽然間就哇 鼎力支持航空城 我支持航空城計畫 沒有任何一個議員比我更支持航空城計畫了 我一路以來當時那個我們陳忠義當議員的時候 大家在反航空城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那個報紙寫說 詹江春一個人歷變那個民進黨團 我最支持航空城計畫 但我最反對航空城公司 航空城公司就是個航空城公司 你現在在招什麼商 你現在你任何一個公司會同意你說我要在這邊設點嗎 你知道一個上市公司啊 一個重大投資啊 他都必須在證券交易所那邊都還必須要公告耶 你現在你連土地在哪裡 你都還未定之天 到底能不能通過 然後呢將來這個土地徵收計畫到底順不順利 公共工程建設順不順利 那都還是幾十年後的事情 你現在就先成立一個航空城公司在那邊燒錢 而且你根本沒做過企業的人 你今天你那個我不大認為說你那叫什麼企業啦 不好意思啦我這講得太直接了啦 你一個毫無做企業的經驗的人 然後來掌管航空城公司 要對全世界的這個這些知名的大公司來做招商 你們現在就是辦家家酒嘛 就了不起我講就是詐騙集團嘛 但是大企業不會被你騙 騙誰騙台灣這些拱貝誰 騙我們納稅人的錢 哪個上市公司會被你騙 然後你這個說 然後還有你這邊投資土地都還沒著落 然後這個要20年後才有著落的 然後現在就答應你 現在來啊只是來吃吃喝喝 只是來吃王八蛋的 反正你航空城公司嘛 你要招待我來這邊觀光 招待我來這邊走一走 然後你們願意花錢 然後招待我們住飯店 反正吃王八蛋了嘛對不對 以前是吃國民黨 現在是吃民進黨的沒差嘛 我們並沒有招待廠商來這邊吃喝或是民進去 沒有是不是 那就是你們自己出去玩嘛 一樣嘛 你騙不到國外的廠商 但是騙台灣的老百姓嘛 騙納稅人的錢嘛 你們這 你這持續航空城公司啊 一直燒錢要燒多久 燒10年燒20年 你能燒出一家成績來嗎 哪有人招商招一二十年 然後招不到半家公司 來 給你兩年的時間 造一家公司給我看 兩年招不到一家公司 你說我 沒開信任安裝買 我來開一間貓 我反而老百姓要去跑上來 因為現在是前置作業 所以你的前置作業搞二十年 你是你要破我們捷運記錄 是不是 你要破我們捷運公司的記錄嗎 二十年開 通不了一輛捷運 是不是 桃園要創全世界兩樣記錄嗎 我們今次世界紀錄 我建議我們那個監獄局可以先去申請 接下來航空城公司可以申請第二樣 沒有這樣子在騙老百姓 是詐騙集團嘛 坦白講別的局也沒那麼重要 真的最重要是這錢不要亂用 是最重要 我們議員就是守住老百姓的錢 別的局可以燒不了多少錢 航空人就燒錢就很可怕 是不是 你們根本也盈利不了 你要盈利什麼土地也不在你手上 是不是 而且現在土地都老百姓的 你根本還沒徵收了沒有 土地徵收了嗎 還沒有 還沒有徵收就在招商 遇招商是遇招商 我當然知道你遇招商嘛 就詐騙集團嘛 遇招商你遇招商你多久能夠 你多久能招商招到一家 來你告訴我給你時間 多久能招到一家 第一家幾年 你十年以內招不到第一家 哪有一個公司開十年 因為招商招十年招不到 好 謝謝 請坐 接下來請楊佳良議員發言 謝謝 謝謝主席 我想剛剛我們議會同仁提到一點 不管是台灣航空城公司 或我們捷運公司 其實我覺得我們都謹記在心 的確過去的效率 花二十年的時間沒有辦法完成一條捷運的這個 這我們必須謹記在心 尤其到後來我們這個收回自建 八年的時間讓前朝政府他都蓋不好 就難怪會被換下來 所以這個我們必須 自己也要門心自問 謹記在心 我們努力的把這個該做的工作 把它完成 不然這個一個是中央政黨輪替 一個是地方政黨輪替 我們兩間代表這兩間公司 其實你們人民對我們這兩間公司的這個 工作其實有非常高的期許 那我想先請航空城公司的總經 梅姓您請坐 對不起 那我這邊 捷運公司這邊 沒關係待會兒看是哪一位回覆 不一定要由董卓來回覆 我想 我從這個之前到現在 剛講到一個這個4522到200多項 這中間到底有沒有什麼樣的轉折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說 有些問題本來就是我只要解決一個大的問題 其實就可以解決掉50個甚至100個公單 可是為什麼前面拖了這麼久的時間 問題越來越多越來越多 但是沒有辦法改善 但是直到我們可能是今年520之後 或者是2月之後 3月之後到現在為止 是不是我們跟交通部高鐵局中間 有沒有什麼樣的轉折 讓我們可以一起把問題來解決掉 好 跟易作報告 我想利用這個機會可以把它說明清楚 那麼所謂的4522項的缺失 是指系統我們在尋查的過程當中 或者是測試過程當中發現異常 那統計的時間是在去年的10月到今年的2月底 那當時確實是到4522項 那這樣的一個數字呢 說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說 一定是在整個系統維修方面 沒有全數的投入 那等到3月份的時候 事實上交通部高鐵局 我們公司 就淘氣公司都非常的嚴肅面對這個問題 也要求完紅公司 必須要政治履約的問題 那這個過程當中最主要是 大家突破了一個觀點 那就是說如果大家要合作 整個最後的系統的一個維修 才能夠上軌道 營運通車才可以有指日可待 所以呢 事實上是從3月份4月份5月份6月份一路過來 當然也包括之前也就在維修了 最重要還是在西門子是原設計 耗制系統原設計廠商 他們願意投入 投入之後 那西門子廠商願意投入的關鍵是什麼 所以顯然過去是因為交通部高鐵局 跟陶傑以及完紅還有西門子 這四方沒有辦法合作來解決問題 顯然過去是這樣嘛 那後來的關鍵是什麼 這跟預作報告 因為基本上要講 西門子是同... 對不起 完紅是同胞商 西門子英國公司是他的下報 他們一直有法律爭議 所以也基於這樣子的話 英國西門子的祭司 沒有辦法來台灣 做深入的處理 那現在我們突破的這個部分 就是透過德國的西門子公司 要求英國西門子 它轄下的公司 一定要派技術人員來台灣出 所以我們有很多技術面 找不到問題的東西 技術人員來 他就告訴你說 大概是哪些端題 有可能 那全部再去尋一遍 會找到一些關鍵性的問題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部分就是 我想還是報告一下 我們公司的維修人員 從今年105年初 其實從去年底跟今年初 我們就投入進去 幫高鐵局進行相關的PM 也就是做相關的維護維修 那這個維護維修的責任 原來當然應該是在高鐵局上 但我們提前進場 讓我們自己的人 可以學習 就是說怎麼樣去熟練 第二個就是說 很多東西 我們這樣講 放了一段時間 他的這些黃油 這些所謂的紅油 這些東西都會生硬掉 那我就必須要全部再刷掉 全部再從日上次油 重新再檢查一遍 再換掉某一些零件套件 這個都是我們要做的 所以 因為這樣子的一個 處理的情況之下 會讓我系統的可用度增加很多 那也就是剛剛所講的 很多像巴掌管 港管 我解決了源頭的問題 那下面這一掛 所產生的工單 就一併被消除掉 那在這些源頭問題沒有解決 就是說我必須要一個一個去Double check 是到底是耗製的問題 還是它介面的問題 還是它車門的問題 每一個我都必須要去Try一次 所以那個很花功夫的 我在這邊也跟預作報告 所以顯然我們就是 找到解決問題的方式 那為什麼像我們去年底 我們陶傑的維修人員 超爸進去 那過去為什麼高鐵局 不讓我們來協助 或者是從中一起合作 來解決問題 因為這個部分是 因為接受到合約的問題 這個合約部分 新建的單位 甲方是交通部高鐵局 乙方是完紅公司 陶傑公司沒有任何角色跟立場 那我們進去了以後 會出現一個問題是 完紅公司也會表示說 你碰了我的東西 到時候我要告你 所以在這一點部分 我們跟高鐵局協商的說法是 如果你要我陶傑公司 進場做維護跟維修 法律的責任由你 交通部高鐵局來承擔 那交通部高鐵局 經過跟完紅公司的討論 確立以後 正式給我們跟我們說 這個部分 我們請台灣捷運公司 先行進場 做相關的維護保養 法律問題 由交通部高鐵局來做承擔 我們就可以進場 所以這顯然很明顯 就是交通部高鐵局的態度 基本上相當程度影響了 我們能不能進場去解決問題 還有有沒有辦法去解決問題 交通部高鐵局的態度轉變 才讓我們能夠跟協調西門子 以及桃園捷運公司 可以進去一起把這些問題解決掉 才能夠在短短的八個月內 把4522項變成200多項 我想意思應該是不是這樣 這個是大家共同努力出來的結果 是沒錯 所以我想過去是因為 我認為過去高鐵局跟陶傑之間 感覺是有一個對立的態勢 那接下來在改曹換代之後 高鐵局跟陶傑現在顯然是一個合作的 盟友的模式 所以才能夠解決這些問題 那所以我是認為 我們還是要記得剛剛所提到的 我想過去中央政府一條捷運 問題沒辦法解決 所以搞到中央這個政黨輪替 航空城公司沒有辦法取得人民的信任 航空城的計劃 沒辦法取得人民的信任 讓地方政黨輪替 那現在我們就必須謹記在清 把這兩件的建設搞好 那最後一個問題我想請教這個 就是之前有提到減價驗收 我們現在還有沒有要減價驗收的可能 這個我來說明 我們不可能走減價驗收 因為那個會更改原合約 這個絕對對我們是不利 而且也不負責任 所以我們沒有所謂的減價驗收 所以我們沒有考慮任何減價驗收 那我們現在驗收跟減價驗收有沒有什麼不同 這樣子 驗收的部分是高鐵來的 那我們這邊是營運單位 我們當然希望能夠在安全無欲 系統穩定之下進出通車 那通車方面的話 先通車後驗收 這個一般的捷運都是如此 但是即使是先通車這一部分 我們也要符合法規的標準 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們說 我們認為在可用度方面99% 這個是我們非常非常堅持的 是 所以可用度99% 原則上就可以 就已經達到通車的標準了對不對 處理刊 應該說處理刊的標準 所以接下來我們的處理方法就是 即便通車了以後 廠商還是有責任來協助我們 把之前可能沒有解決的問題 或者可未來發生的問題 還是有責任要來把它處理掉對不對 減價驗收就是買斷了 反正減價驗收完 就不關廠商的事了 減價驗收等於是幫廠商解套 那個最後的營運單位 根本就求助無門 所以那個是不能夠妥協的 那沒錯 所以我想就請董事長跟總經理 我們同仁堅持就是 安全無雲 系統穩定 那照著我們現在合約來走 對不對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請坐 接下來我們請劉勝全議員 二輪發言謝謝 五分鐘 董事長 董事長 航空城 先請教你 就105年度你們人事預算總共編列多少 你知道嗎 105年度的人事 人事預算 一至17跟一至18 一至20 用人費用 一千六百多萬 沒有沒有沒有 你是說寒貝三減嗎 應該不只喔 你一至17的話是一千零九三減後 總共兩千四百多萬 兩千四百多萬 兩千四百多萬 金三減後是一千 金三減後三減了七百多萬 金三減後三減了七百多萬 不是 那多少請說來 快點節省時間 上次三減了七百 對嘛 就七百多萬 是 那目前人事費用一千六百多萬 對啊 那三減了七百多萬 總共有一千六百多萬 那所以說 剛剛你回答了其他議員說 你一個月大概是一百二十五萬 也就是說等於你們一年大概花一千四百多萬的人事費用 不用花到一千六百萬 那所以說當初你們在編列預算的時候 編到兩千四 是整個浮編 是整個浮編 這個問題你過來以後你一定要了解清楚 好請坐 那上次我問過那個陳經理 是不是 就問這個問題 然後他到目前都沒有給我細目 沒有回答我 所以我今天繼續的請教一下 那繼續剛剛的問題 你們我搞不清楚 你管理處經理跟管理處會計經理 兩個分那麼細 那我現在問的公務人員進修的部分 是要問哪一個經理 報告議員是我這邊 是你那邊 那剛剛那個經理對不起 問錯人了 來 那 在這邊我要問你 公務人員進修法第九條 規定說服務成績優良 具有發展潛力者 我們可以讓他公價進修 那我們謝副總符合嗎 報告議員 了解的部分 這個是全時進修 對 全時進修 因為你這邊的話 你要選送 選送公務人員可以全時進修 那他有符合嗎 報告議員 謝副總部分他是部分辦公時間進修 所以我們沒有參採那條條文的規定 那你參採哪一條條文 我們參採是第十二條 部分辦公時間 機關人員的自行選送或是自行 對啊這部分有 這部分有 第十一條的部分 跟第十二條的部分 就大概寫說 全時進修者還有選送自行申請的部分 這個很清楚啊 但是你要回歸到實行細則第十三條啊 那十三條明確的寫啊 寫說 服務優良具有發展潛力者 十三條是什麼叫做 服務優良具有潛力者 就是第一個 最近兩年考基要一假或一宜 第二個 在任職期間的工作優異表現具有具體事實 是指具備下列各款 也就兩款都要符合啊 那你們在實行細則十三條根本不符合啊 那剛剛你說有府簽到市府 人事處主任我剛剛問一下沒有 是沒有府簽耶 你是在敷衍我耶 我覺得齁整個航空城的人事齁 整個公司有問題 人事管理有問題 薪資發浪那麼高 整個加班費有問題 在這邊我要求 第一個 把所有的加班費列表給本席 或全部也 這第一點齁 第二點 你們現在整個公司十八個人 還是十九個人 報告議員專職十八加一名臨時人員 就十九嘛齁 好 那你們現在整個公司 在進修的部分 你有沒有超過十分之一 報告沒有 就只有謝副總一個嘛齁 報告還有一位 因為謝副總是我很欣賞的一個 從民進黨中央黨部 國際部一直到現在 我怕你們在狂他 你們不要為了爆他的大腿 你在狂他害死他 他可能在這件事 留下唯一的污點 可能在這件事 留下唯一的污點 他從文化局 然後轉到航空城公司 到航空城公司 干擬薪水十幾萬 然後現在沒有什麼業務 剛剛講什麼招商 騙人 現在整個市政府 要把招商工作已經拉回 根本就不是航空城的業務 你不要謝副總蒙受不白之焉 你今天當一個管理處 你當一個管理處 你既然這樣做 董事長 我剛好說 你來 好好的整頓一下吧 到底誰在管人事 到底這樣有沒有包庇 到底這樣有沒有違法 人事是這樣管的嗎 京十二條 不走第九條 走十二條 走十二條又閃不掉十三條 人事是這樣管的嗎 你們真的違法到這種程度嗎 兩條沒有 給我們抱上 好謝謝請坐 好那麼大家辛苦了 今天捷運局跟航空城公司的工作報告 我們登記持續的議員充分發言完畢 今天會議到此結束 請大家到餐廳用餐散會 請問補充 謝謝 先問補充 謝謝 感谢观看